绝世武魂 作者 洛成东 第1101章 龙穴路 洛子兰道 我现在也无法确定 我只能告诉你 确实非常强大 至于怎么得到这种强大火焰吗 洛子兰微微一笑 这件事就要落到那头烈焰飞龙身上了 三天之后 洛子兰实力已经完全恢复到了巅峰 他和陈峰两人 离开山洞 向着烈焰飞龙所在的位置行去 一边走 他一边沉声说道 陈峰 烈焰飞龙这种飞龙兽 会产生一种非常强大 极其珍贵的物品 叫做龙血路 这种龙血路 只有神龙血脉世袭 达到一定纯度的飞龙 才会产生 据说里面 蕴含着它们最本源的力量 一条成年的飞龙 一年也只能产生一滴龙血路而已 极其珍贵 这种龙血路 就是我说的那种灵物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 距离烈焰飞龙所在山洞不远的地方 两人躲在一块巨石之后 骆子兰向外看了一眼 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原来 在烈焰飞龙的山洞外面 此时天空之上 正有三四头灵兽 在飞舞盘旋 地面上 也有两只庞大至极 如同小山丘一般的灵兽 在那里懒洋洋地趴着 加起来一共六头灵兽 在之前陈峰等人来的时候 可是没有这些灵兽的 骆子兰回过头来 微微一笑 向陈峰说道 一共六头灵兽 其中五品灵兽四头 六品灵兽两头 他吃得一声轻笑 看来这畜生也学乖了嘛 这是找了不少帮手了 不过他这些帮手 都是土鸡娃狗 不堪一击 骆子兰微笑着看着陈峰 轻声说道 你可知道 龙血路有何等神奇的效果吗 陈峰摇头 不知 骆子兰抬头看了眼天空 轻轻嘘了口气 神色忽然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龙血路 效果好到什么程度呢 我就这样跟你说 只需要一滴龙血路 就可以直接让一名后天镜舞者 直接踏入神门镜 而一百滴龙血路 则是可以让一名神门镜初期舞者 直接攀升到神门巅峰 就算是天和静强者 每一百滴龙血路 也足以让其提升一个境界 当然 他微笑说道 有个前提是 浮蚀龙血路之人的身体 非常强横 足以抵挡龙血路那几位 狂暴炙热的力量 他看着陈峰 目光之中有着一抹莫名的神采 之前和我战斗的 那头烈焰飞龙 我估计他的年纪 至少也有五千多年了 甚至有可能更多 这说明 他的巢穴之中 至少也有五千滴龙血路 他没有丝毫犹豫 断然说道 这五千滴龙血路 我一滴不取 全部都给你 什么 全部都给我 陈峰挑了挑眉头 有些诧异地问道 他没想到 骆子兰竟然会说出 这么一番话来 但接着 他就沉默下去 因为他明白了 骆子兰的意思 骆子兰本 不用给他这么多的龙血路 但骆子兰这样做了 这是不但要还掉 他的人情 更要跟他断绝一切的情分 所以 他才会如此慷慨 陈峰将这一抹淡淡的思绪 抛在脑后 开始为龙血路的效用 而兴奋起来 陈峰没想到 龙血路的效果 竟然如此之好 一滴就能造就一个 神门竞强者 陈峰忽然心思活泛起来 他意识到 这些龙血路 不只是自己可以用 也可以拿给别人用 骆子兰接着说道 龙血路 一般都会被飞龙藏 于其洞穴最深处 我之前根本不担心这个 只要我将烈焰飞龙引走 你就可以进入洞穴中 取走那些龙血路 但是现在看来 确实有些困难 我就怕烈焰飞龙 将一只灵兽 放在其洞穴中 专门看守龙血路 这样 你可就无法应付了 陈峰淡淡一笑 说道 骆姐姐 也不要这么瞧不起人吗 一般实力比较低的灵兽 我还是可以应付的 骆子兰咯咯一笑 想了想说道 不过 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 烈焰飞龙 应该不会有那么缜密的思维 他看着陈峰 断然说道 现在我就去引走烈焰飞龙 烈焰飞龙离开之后 你就第一时间进入其洞穴 陈峰正重点头 骆子兰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转身离开 小心地潜伏到山洞前方 忽然 他一声利吼 身形暴起 人在空中 双掌便已重重排出 在他前方 那条长达千米 通天彻地的寒冰巨蟒 骤然出现 然后 寒冰巨蟒发出惊天动地的咆哮声 向着山洞外面那几头灵兽吞噬而去 此时 山洞外面的几头灵兽 看到这一幕 都是惊慌失措 纷纷起身迎敌 他们口中 发出咆哮之声 用出自己的最强绝招 但是 根本没用 这一次 骆子兰一上来 就是他最强的招式 寒冰巨蟒 对抗烈焰飞龙的时候 看上去颇为无力 但是对抗这些灵兽 那是轻而易举 他巨口一声咆哮 然后就是一声 倒吸凉气一般的嘶吼 顿时 在他巨口前面出现一个巨大窝旋 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那六头灵兽 竟然都是被这吸引力给吸了过来 在漩涡中上下飘荡 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下一瞬间 寒冰巨蟒一声利吼 张开巨口 直接将他们吞入腹中 他的肚子里面 到处都是正在高速旋转的刚风 这些刚风速度极快 锋利无比 六头灵兽被吞噬入他的肚中之后 还在拼命挣扎 但此时刚风已经席卷过来 疯狂地切割着他们的身体 他们一开始还能抵抗 但是很快 灵气被击碎 灵甲和厚皮被割裂 下一刻就是肌肉被割得七零八岁 直到最后 当他们一路滑到寒冰巨蟒尾巴部位的时候 六头灵兽都已经被割得 变成了一片粉末 连尸体都没有留下 陈锋看得眼角一阵狂跳 这招的威力实在是非常强大 而在这时 忽然山洞之中 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 然后 下一瞬间 烈焰飞龙从山洞之中扑了出来 本章晚 第一千一百零二章 疯狂的主意 陈锋看到 烈焰飞龙身上 还是有无数伤口 那是当初被碧水幽兰巨蟒五魂发出的冷火给烧出的 此时 那些伤口 还是一片血肉模糊 陈锋一眼看去 只见伤口的数量 足有几百个 他的身形 还是有些摇摇晃晃 就连陈锋都能感觉到 他气息非常不稳 显然 他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陈锋估计 他的实力 可能也就是恢复了五六成而已 骆子兰飘到空中 咯咯一笑 你这条蠢蛇 咱们又见面了 一看到骆子兰 烈焰飞龙的眼睛 立刻就红了 发出力声咆哮 你这个臭婊子 上一次没杀了你 这一次 你竟然还赶来送死 这次 我一定要将你粉身碎骨 碎尸万段 骆子兰哥哥一笑 轻描淡写说的 想杀我 那就来吧 说着 他一声利吼 寒冰巨蟒 向着烈焰飞龙撞去 烈焰飞龙毫不畏惧 这次直接拿身体撞上来 将寒冰巨蟒撞得粉碎 但是烈焰飞龙身上 也是出现很多伤口 之前一些未曾彻底愈合的伤口 此时也都是占裂开 鲜血在空中洒落 烈焰飞龙受伤更是暴怒 狂吼着向着骆子兰杀去 骆子兰一声轻笑 向外掠去 烈焰飞龙也是立刻追上 一人一龙 一逃一追 转眼间就都不见了踪影 陈锋根本没有任何的情绪 他深深吸了口气 狂掠而出 来到山脚下 凌空跃起 几个跳跃 直接来到烈焰飞龙的洞穴洞口处 然后 向里面狂奔 烈焰飞龙的山洞极为巨大 高数千米 一眼根本望不到尽头 陈锋毫不停歇 一路向最深处狂奔 大约有一炷香的时间之后 他已经往里头 伸入了 足足有十五万 然后 陈锋就来到一座大殿之中 这大殿之中 铺满黄金 四壁也都是黄金铸造 一片金壁辉煌 而在大殿正中间 则是一个数百米高的高台 高台非常巨大 将大殿后面的情况都遮挡起来 陈锋一来到这大殿之中 立刻就闻到了一股极为轻烈的香气 这股香气 陈锋从来没有闻到过 但是香气之中 却带有极为浓厚的灵气之感 陈锋闻了一口 就觉得自己的浑身汗毛都张开 舒畅无比 而他体内的九阴九阳神功 竟是骤然跳动了一下 凭空地在他丹田之中 生出一滴真元 啪的一声 掉落在丹田底部 陈锋惊喜无比 这是什么样的灵物 只是闻一口 竟然就能生出一滴真元来 陈锋口中喃喃说道 没错 看来龙血路就在这里 刚才闻到的香气 一定就是龙血路的气味 陈锋立刻快速向前奔去 但是当他绕过高台的那一瞬间 忽然身子就直接顿住了 由于惯性 他一个踉跄 差点直接趴在地上 但陈锋竭力控制住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没有发出任何响动 然后 他悄悄地往后退了几步 躲在高台旁边 长长地吁了一口大气 整个人差点有一种要瘫掉的感觉 陈锋等自己定下神来之后 才又探头向高台后面看去 在高台后面是一座小一些的平台 平台之上乃是一个小小凹陷 而那浓烈的香气 就是从凹陷之中传来的 显然 龙血路就在那平台上的凹陷之中 但是 那小小平台前面 却是俯卧着一个庞然大物 陈锋刚才 就是看见他 才会那般失态 这庞然大物 赫然正是一个缩小版的烈焰飞龙 跟烈焰飞龙长得一模一样 只不过 大小大约只有烈焰飞龙的一半左右 但就算如此 也有将近二百米长 体型庞大之极 把平台前面 全部堵死 想要去那个小平台的话 绝对无法绕开它 这个时候 暗老出现 他目光凝重地看着 那头烈焰飞龙 说道 这是一头烈焰飞龙幼兽 陈锋赶紧问道 暗老 你能看出来 他实力有多强吗 烈焰飞龙 一出生就能够达到四品灵兽的级别 而每隔一百年 就能增长一级 五百年成年之后 自动成为九品灵兽 看这头烈焰飞龙幼兽的体型的话 只怕他的实力 也已经达到了七品灵兽 七品灵兽 陈锋倒吸一口凉气 现在的他 拼尽全力 对付六品灵兽的话 有可能还有一些希望 对付七品灵兽的话 那是完全没有任何办法 要知道 七品灵兽 可是相当于天狐进巅峰 天海进初期高手 几乎要比他高出整整一个大境界 暗老说道 这头烈焰飞龙体型庞大 将他后面的那平台 遮挡得严严实实 你如果想得到龙血路的话 不可能不惊动他 你都不是他的对手 而若是他发现你 发出咆哮 引得那头成年烈焰飞龙回来 将你堵在洞中 你可真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陈锋点点头 目光非常凝重 两人思索了一会儿 也没有想出什么主意来 陈锋忽然一瞬间 眼睛亮得吓人 咬了咬牙 正正地看着暗老 低声说道 我有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 暗老被他这样的眼神吓了一跳 他立刻意识到 陈锋这个主意 肯定非常大胆 而且还很冒险 陈锋轻声说道 这头右手正在沉睡 从他沉睡到醒来 再到他开始发动攻击 一定会有那么一瞬的时间 我去了平台上之后 就开始吞吃龙血路 然后疯狂转化 急速提升实力 在他攻击我之前 实力尽量提升 而且 陈锋轻声说道 若是动作足够轻的话 说不定还不会惊醒他 我看 这一头烈焰飞龙右兽 睡得非常死 暗老金怒道 这算是什么主意 这个主意 疯狂而大胆 暗老陈琴说道 这样做风险很大 他刚说完 就无奈一笑 我知道 你的决定是无法更改的 去吧 陈锋 做你想做的事 随性而为 陈锋重重点头 然后他深深吸了口气 将自己心情放得极为平静 甚至让整个身体机能 都是变得缓慢下来 心脏跳动 都是变得非常轻缓 本章完 第一千一百零三章 突破 疯狂突破 下一刻 陈锋忽然凌空跃起 惊弘步直接发动 他直接在空中跃出十几米 方才落地 而他身形极轻 无论是向前掠出还是落地 几乎都是点尘不惊 没有发出任何动静 他落地的方位 正好就在那烈焰飞龙右手身前 陈锋落地的那一瞬间 心脏几乎都要跳到嗓子眼了 他生怕烈焰飞龙右手 直接睁开眼睛 但是 让陈锋欣喜的是 这头烈焰飞龙右手 依旧睡得非常熟 甚至还巴搭了一下嘴 好像是睡梦中 梦见什么好吃的一样 陈锋一颗心掠放下来 然后又是凌空一跃 这一跃 直接跃出几十米 从这头烈焰飞龙身上 跳了过去 轻飘飘地落在平台之上 而此时 烈焰飞龙 还是没有被惊醒 陈锋恨不得挥舞着拳头 欢呼一阵 但是他知道 时间紧急 所以他立刻低下头仔细查看 平台方圆大约五六米 正中间是一口 如同大锅一般的凹陷 而此时 这大锅一般的凹陷之中 则是充满了一种红色的液体 颜色极为漂亮 如同红宝石一般 晶莹剔透 而在红色之中 则是夹杂着丝丝金色 看起来极为华美 同时又极为高贵 陈锋知道 这就是龙雪鹿 来到这里之后 龙雪鹿的气息更加庞大 极为的诱人 陈锋毫不停留 立刻从戒子袋中取出玉盒 然后开始往里面装龙雪鹿 他速度极快 也就是一个呼吸的时间 就将所有的龙雪鹿 都装入了玉盒里面 只留下一个浅浅的底子 而这个时候 忽然 陈锋听到一声喉咙里面 发出来的疑惑的闷吼 接着 他就看到烈焰飞龙幼兽 直接站起身来 睁开眼睛 陈锋心脏顿时剧烈地跳动起来 原来 烈焰飞龙对于龙雪鹿极为敏感 只要是动了龙雪鹿 哪怕是睡得非常死 烈焰飞龙幼兽 也是 立刻就清醒过来 他刚睁开眼睛 眼神还有些迷糊 陈锋看到这一幕 大脑几乎一片空白 接下来 他竟然是直接趴在这石台之上 大口大口地吞吃着凹陷底部的那龙雪鹿 剩下的最后这一点龙雪鹿 大约有总量的十分之一左右 转眼之间 已经将最后一点龙雪鹿都给吃光 陈锋足足吃了有一斤龙雪鹿下肚 然后 他就感觉这龙雪鹿 滚烫得如同炭火一般 一条火线 直接从喉咙烧到了他的肚腹之中 此时 烈焰飞龙幼兽 已经完全清醒起来 当他看到石台之上 凹陷之中 已经空无一物的时候 他的眼睛立刻睁大了 一开始先是惊讶 然后就变成了无穷的愤怒 愤怒的目光 死死地定在陈锋身上 然后 烈焰飞龙幼兽 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 震得整座山都颤抖起来 无数石头落下 他眼睛血红 狂吼道 你这头该死的人类 竟然敢偷走我们的龙血路 我一定要杀了你 说着 他发出怒吼 锯口张开 一道红色火柱 直接向着 陈锋飞射而去 这道红色火柱 比成年烈焰飞龙发出的 要小得多 但是也足足有四五十米长 水缸粗细 一出现之后 空气之中 温度骤升 陈锋立刻判断出 这火焰的温度 至少也是 接近了一万度 以他现在的实力 只要被沾到一下 立刻就要重伤 而此时 陈锋却是陷入到一个奇怪的状态之中 他浑身变得通红 大汗淋漓 身体滚烫无比 他感觉自己体内温度 疯狂上升 龙血露在他体内 竟是化作聊天大火 疯狂燃烧 陈锋知道 这是龙血露的作用 他立刻运转九阴九阳神功 开始疯狂地吸收龙血露 九阴九阳神功 就是陈锋感直接在这里 吞噬龙血露的底气 如果是别人的话 吸收这一斤龙血露 只怕要十年的时间 甚至他们 吞下这么多龙血露之后 直接会被灼烧而死 一般像陈锋这个等级的高手 想要吞噬龙血露的话 需要配合很多种药材 而大概也只能一个月吃一次 一次十滴 但陈锋 却是直接喝下了一斤 起码也有上千滴之多 换成别人的话 早就被烧死了 但陈锋体内 九阴九阳神功疯狂运转 巨大气旋形成 直接将这些龙血露吸收进去 然后 以极快的速度 转化为真元 陈锋没有硬扛烈焰飞龙右兽的攻势 而是施展金红布 速度极快地向旁边掠去 转瞬间便跑出几十米 烈焰飞龙兽 哪肯善罢甘休 在后面穷追不舍 他的速度极快 还要超过陈锋 片刻之后就追上 直接又是一道火柱涌出 陈锋这一次继续躲闪 烈焰飞龙右兽眼中 闪过一抹狡猾之色 早就判断出 陈锋躲闪的路线 前找狠狠拍出 直接将陈锋拍出数百米 重重地撞在石壁之上 陈锋骨断金折 鲜血狂喷 已然是身受重伤 只要再来这么一下 陈锋就会直接被打死 陈锋就像没有感觉到痛绝一样 跳起身来 继续狂奔 他所做的 就是为了争取时间 此时 在他体内 九阴九阳神功疯狂转化 真元如同雨滴一般 洒落在他的丹田底部 陈锋的实力 也在疯狂增长 天狐四星 天狐五星 终于 在五十个呼吸之后 他的实力 竟然直接攀升到了天狐六星 在此过程中 他又被烈焰飞龙右兽 给攻击了一次 这一次 直接被打得身体残破 浑身欲血 惨不忍睹 而他的实力 还在不断攀升着 此时 陈锋被烈焰飞龙右兽 追逐得狼狈无比 而就在他突破天狐六星的那一瞬间 陈锋整个气势 陡然一变 他默然回过头来 气势疯狂提升 狂笑道 你这个小畜生 打我打上瘾了是吧 追我追上瘾了是吧 他此时浑身欲血 眼中露出疯狂之色 犹如魔神 烈焰飞龙右兽 竟然被他吓得在原地顿了一下 陈锋发出疯狂的咆哮 忽然凌空跃起 断跃刀已然出现在手中 然后狠狠地向下斩去 本章完 第一千一百零四章 怒雷烈山河 雷玉轮光斩 疯狂斩出 重重地向着烈焰飞龙右兽碾压过去 而当陈锋这一刀斩出的那一瞬间 他的实力嘛 竟然是直接突破到了天狐七星 突破到天狐七星之后 他突破的速度也是便慢下来 天狐七星 在这样的实力下 陈锋使用这一招雷玉轮光斩 比过去威力大了 何止十倍 他甚至已经将雷玉轮光斩练到了极致 整个人在空中翻滚 整整九十九条雷电 弥漫在他的身体周围 弥漫在断月刀周围 然后 重重地轰击在了烈焰飞龙右兽身体之上 噼噼啪啪 九十九条雷电 重重地轰击在烈焰飞龙右兽身上 直接将他打得嘶声惨叫 每一条闪电落下 都在他身体表面 砸出来一个足有脸盆大小的伤口 灵甲崩飞 皮肉翻卷 甚至一直伸入到了骨头 最终 九十九雷电全部落下之后 陈锋的断月刀 狠狠地斩在了他的身上 啊的一声 烈焰飞龙右兽 发出七粒惨叫 他的左后爪 那房屋粗细的巨大左后爪 竟然直接被陈锋这一刀斩成两截 半截后爪 直接掉落在地上 巨大的伤口 几乎如同一间房屋一般粗细 鲜血磅礴涌出 直接在地面形成一个小壶 与此同时 烈焰飞龙右兽 也是重重地拍在着陈锋 身上将他再次打飞 尽管也被打得身受重伤 但陈锋此时 心情快意无比 他知道 自己已经将雷玉轮光斩 发挥到了极致 心中爽快无比 他哈哈大笑 小畜生 再来 说着又是一声咆哮 雷玉轮光斩再次斩出 这一次 陈锋虽然再次被打出 再次身受重伤 但是却在烈焰飞龙右兽的肚子上 留下了一条足有十米长的巨大伤口 几乎将他开膽破度 鲜血不要钱的 一般浇了下来 陈锋甚至还看到了里面的内脏 陈锋又被击中 疯狂咳血 浑身剧痛 但他恍若未觉 疯狂压榨自己的潜力 将自己最后一丝力量都挤压出来 然后 他双臂肌肉鼓起 又一次凌空跃起 继续大吼道 再来 雷玉轮光斩 又一次斩出 这一次 烈焰飞龙右兽眼中 露出极度的恐惧之色 他一掉头 竟然朝着山洞口的方向跑去 落荒而逃 这一头烈焰飞龙右兽 竟然直接被陈锋吓得要逃跑 陈锋哈哈狂笑 想跑 还来得及吗 若是烈焰飞龙右兽 跟他正面相搏 陈锋真的未必能杀他 就算是将其击杀 也要付出自己重伤 冰死为代价 但是他此时一跑 却是把自己的后心要害 全暴露在陈锋面前 这头烈焰飞龙右兽 实在太缺乏战斗经验 陈锋惊鸿不发动 凌空跃起几十米 然后 断跃刀改砍为刺 他双手 持住断跃刀 疯狂向前刺激 在这一瞬间 陈锋忽然头脑清明无比 无数领悟涌上心头 于是他口中疯狂吼道 怒雷烈山河 陈锋此时 竟是直接领悟了 九阴九阳神功 传授给他的乾坤霹雳斩第二斩 怒雷烈山河 断跃刀表面 缭绕着无数雷电 无数雷电 组成了整整九条雷笼 每条雷笼都有十米长 树干一般粗细 缭绕着断跃刀 将陈锋 撑得宛如魔神一样 在断跃刀的前方 则是悬停着一颗人头大小的紫白色雷球 电光跳跃 轩和无比 喷喷喷喷喷 九条雷笼 接连砸在烈焰飞龙右手身体之上 直接将他身体上砸出来一个巨大血洞 然后下一瞬间 断跃刀疯狂地刺出 刺入这血洞之中 直墨至柄 三米多长的断跃刀 完全刺入 陈锋感觉到刀前一空 显然 这一下直接已经刺穿了烈焰飞龙右手的肌肉骨骼 刀尖已经出现在了他胸腔里面 然后此时 断跃刀前面的一颗雷球 才在烈焰飞龙右手体内 轰然炸裂 这一颗雷球炸裂之后 陈锋感觉到 烈焰飞龙右手的整个身体 都膨胀了一下 他的所有内脏 全部都被这一击 轰成鸡粉 血肉无存 烈焰飞龙右手 发出凄厉无比的疯狂惨叫 然后下一瞬间 他重重地扑倒在地上 没有了气息 陈锋虽然只有天狐七星 但是实力确实堪比天狐竟巅峰 在领悟了怒雷猎山河这一招之后 凭借着自己疯狂汹涌的无上战役 竟是直接将烈焰飞龙右手 当场击杀 陈锋哈哈大笑 心中舒爽到了极致 刚才他将雷玉伦光斩 领悟到了极点 然后又领悟了怒雷猎山河这一招 感觉整个人心思透彻无比 虽然身受重伤 但是却是感觉 仿佛到达了一个巅峰 就在这时 他身体之内 九阴九阳神功 忽然自己疯狂运转 陈锋感觉 自己体内 就像是封印了一头贪婪的凶兽一样 而此时 这头凶兽想要吞噬的目标 自然就是地上烈焰飞龙右手的身体 陈锋看着烈焰飞龙右手的尸体 忽然想起了什么 眼眶一酸 泪水差点滴落下来 放在以前的话 他吸收干净腰兽的精血之后 血风一定会第一时间扑上来 将这灵兽的尸体吞噬 而现在 却都不知道 血风在哪里 想到这里 陈锋心情更加酸楚 当初脱险之后 他专门回魔狼谷一趟 结果却根本没有发现 血风的踪迹 血风的尸体直接不见了 陈锋寻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 只能黯然离开 陈锋摇摇头 收拾心情 面对眼前的事情 九阴九阳神功 不但能够吞噬敌人的真元 更是能够吞噬灵兽的力量 陈锋立刻走到 烈焰飞龙右手尸体旁边 然后双掌按在旗上 之前的他是直接吸收鲜血 而这一次 双手按在旗上之后 陈锋则是感觉到 烈焰飞龙右手尸体之中 那庞大无比的真元和灵力 被自己给硬生生的玻璃抽取出来 仿佛有形有质一般 陈锋手掌之中 红光炙热 一大鼓又一大鼓的火红色真元 被从烈焰飞龙右手体内抽取出来 进入尘封身体之中 然后在尘封丹田里面 形成了一大片红色的器物 哈哈 这两张 抱不抱 兄弟们看得爽不爽 大清早起来就有新章节看 爽不爽 这是2月4号更新的6章中的前两章 我2月4号 有事清早就要外出 等回到家的话 最早也得吓我了 所以我熬夜到凌晨2点 先写出两张来 就是为了让兄弟们看得爽 剩下的4张 会在晚上更新 本章完 第1105张 突破 半不胜兽 九阴九阳神功迅速将其转化 陈锋心无旁骛 盘膝在地 疯狂吸收 他知道自己时间没有多少了 必须在那头成年烈焰飞龙回来之前 做完这一切 转瞬之间 烈焰飞龙右手的尸体 就干扁下去 如同放了很多年的干尸一样 身体表面迅速老化松弛 失去了活力 那厚厚的皮肤领甲 甚至一戳 就能戳破一个洞 此时 陈锋将其体内真元 已经吸收了一半 而陈锋力量也是 疯狂攀升 从天狐七星 直接突破到了天狐八星 而这时 陈锋甚至已经能够听到 远远的 山洞外面传来的烈焰飞龙 那凶狠之中掺杂着一丝 焦急的咆哮声 陈锋立刻深吸一口气 最后拼命耗尽全力 拼尽最大力气 又疯狂地吸收了一股力量 然后 立刻转身毫不犹豫 直接向着山洞外面跑去 就在奔跑的时候 九阴九阳神功 将这一股力量 转化成为陈锋的真元 陈锋感觉 大脑嗡的一声 整个人似乎清零无比 而身体表面的伤势 也是骤然痊愈 在其身后 天狐骤然出现 其中九颗大星 璀璨无比 无数小心 点缀期间 陈锋竟是直接攀升到了 天狐九星 陈锋拼尽所有力气 疯狂奔跑 他感觉自己 这一辈子 从来就没有跑得这么快过 因为他很清楚 如果被成年烈焰飞龙 堵在这山洞中的话 等待自己的 只有死路一条 陈锋甚至跑得疯狂呕血 但他一边吐血 一边向前 终于 他来到了山洞洞口 此时 陈锋抬眼向外一看 顿时心脏狂跳 他几乎跟成年烈焰飞龙 打了一个对面 就在对面四五百米之处 那头成年烈焰飞龙 正向着山洞急速撞来 百分之一个呼吸之后 他就将来到山洞 陈锋毫不犹豫 放松自己身体 直接从山洞洞口跳了下去 跟个铁秤砣一样 砰的一声 重重地砸在地上 他摔得浑身骨折 痛苦无比 但陈锋根本来不及 有丝毫的犹豫 立刻以最快的速度 向着远处疯狂逃去 而刚来到山洞洞口 成年烈焰飞龙 忽然身形一致 整个僵在了那里 脸上露出极度悲伤之色 眼睛里面竟然有血泪 滚滚流出 因为 他已经感受不到 自己孩子的气息了 他很清楚 自己孩子 定然是 已经被那个该死的人类 杀死了 因为刚才从山洞中 跑出来的那个 该死的人类 身上有着非常浓烈的 烈焰飞龙的气息 显然 他不但杀了自己的孩子 肯定还吸收了 他体内的什么 想到这里 成年烈焰飞龙 发出震天动地的咆哮 他的眼中流出一行血泪 身体竟然骤然骨骤 这么大 直接从三百多米 长变成了五百多米长 整个膨胀了一圈 而他的脑袋之上 更是长出一只独角 在他的两根翅膀旁边 则是又长出了两只翅膀 看上去更加强大 威武 他的气息也是疯狂攀升 竟然从九品巅峰 又是往上攀升的意思 下一瞬间 他发出震天动地的咆哮声 该死的人类 我一定要杀了你们 然后 震动双翅 向陈锋逃跑的方向追去 速度比之前 快了差不多有五成 远处的骆子兰看到这一幕 震惊无比 喃喃喊道 这 这头畜生 竟然突破了 之前他是九品巅峰灵兽 而现在 竟然已经是半步胜兽了 陈锋向前急速狂奔 这已经是他最快的速度了 但是还是不够看 烈焰飞龙和他之间的距离 不断地被拉近 忽然 陈锋感觉到身后一阵 极度的炙热传来 然后他回过头去 骇然看到 烈焰飞龙竟然已经来到了他的头顶 此时 喷吐出一道红色火柱 红色火柱之中 夹杂着丝丝金色 正是陈锋当初见到烈焰飞龙 非常强大的那一绝招 陈锋心中 骇然 这红色火柱 连寒冰巨蟒都能直接击碎 更别说是面对自己了 红色火焰 足足有上万度的高温 还没有接近陈锋的身体 陈锋就感觉自己 似乎要被烤焦了一样 他立刻向旁边躲避 但是作为烈焰飞龙最强悍的绝技之一 红色金丝火焰 又岂会被如此轻易躲开 陈锋向旁躲避 红色火焰 就如同有灵性一般 追着他 继续向他涌来 陈锋震惊 下一瞬间 他感觉自己就要 被这火焰给吞噬 而就在此时 陈锋忽然感觉 自己的领子被人抓住了 直接腾云架雾一般飞了起来 抓住他领子的人 正是骆子兰 骆子兰抓住他 凌空跃起足足上百米 巨大火柱这一次 终于是失去了方向 扑的一声 从陈锋脚下掠过 然后 将面前一座数百米高的山头 直接就给烧成一片灰烬 陈锋不由心有余悸 如果被正面击中的话 自己绝对没有活着的可能 骆子兰拎着他在树林之中狂奔 他的速度比陈锋的速度 快了何止四五倍 逐渐地 又和烈焰飞龙拉开了差距 烈焰飞龙在后面 发出愤怒的狂吼 小婊子 小畜生 我就知道 你们两个是一伙的 你等着 你们两个都会被我追上 然后被我用最残酷的方法 折磨而死 骆子兰咯咯一笑 刚才追了我半天的 也不知道是谁 也没见你能追上 只知道胡吹大气 难不成你们烈焰飞龙 都是这德行吗 烈焰飞龙被他气得连声咆哮 疯狂追赶 骆子兰显然很有速度见证 尽管带着一个陈锋 速度还是极快 而且 他还有闲心思跟陈锋说话 他瞪了陈锋一眼 美好气儿地瞧着陈锋说道 你这家伙 是不是贪心不足了 我觉得我已经为你争取了足够多的时间了 你完全可以在这头烈焰飞龙回来之前迅速逃走 让他根本抓不到你的踪迹 陈锋有些羞愧 说道 子兰姐 我确实是有些贪心了 骆子兰摇摇头 说道 算了 算了 不要说这些事了 龙血路已经到手了 就一切都好 陈锋点头 笑道 龙血路已经到手了 本章完 第1106章 别理 然后 他将事情的整个过程说了一遍 听完之后 骆子兰眉头微挑 看着陈锋 目光之中暴露出一团神采 他的神色 惊诧之中带着一丝赞赏 陈锋 没看出来啊 你的天赋 竟然如此之高 一般 你这等级地捂着 吞了龙血路之后 像你那个吃法 直接就会暴体而亡 而你不但没死 反而竟然接连提升了这么几个境界 达到了天虎九星 他能够准确地判断出来陈锋的实力 其实 此时他心中的震惊 远远比他表露出来的要大得多 这陈锋 绝对是千万中无一的天才 一盏茶的时间之内突破五个小境界 这修炼速度真是骇人听闻 骆子兰咯咯一笑 还有 我也没想到龙血路竟然有这么多 看来 这在咱们身后的这条烈焰飞龙 已经是一头上万岁的老家伙了 对了 子兰姐 陈锋微笑说道 这一次 得到的龙血路足足有一万滴之多 我分你一半 骆子兰赶紧摆手 说道 陈锋 我不是那个意思 陈锋微笑说道 子兰姐 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 你也不是这种人 不过 这龙血路也是我想主动给你的 毕竟 若是没有你甘冒七险 将这头烈焰飞龙引走 我根本无法得到 骆子兰神色非常坚定地说道 我不是跟你客气 只是这龙血路我拿着确实没用 若是我拿着有用 我早就会主动索要了 他哈哈一笑 姐可不会跟你客气的 见他态度如此坚决 陈锋也就不再坚持了 陈锋两人很快就已经逃出足足三百多里 而身后的烈焰飞龙却还是紧追不舍 显然 他不打算轻易放过陈锋两人 而陈锋和骆子兰也很清楚 只要被他追上 自己二人便是死路一条 骆子兰微微笑道 这畜生自己上门来送死 那也不能怪别人了 正好给他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 说着 拎着陈锋 方向一变 忽然向着左边一处山谷飞去 山谷很窄 当然这是对于烈焰飞龙来说 其实山谷的宽度也足有千米左右 但是烈焰飞龙飞行其中 翅膀尖都快扫到两边的山壁了 烈焰飞龙飞行的高度 其实颇为有限 陈锋目测不会超过千米 所以当陈锋两人进入峡谷中的时候 烈焰飞龙也是直接飞了进来 他完全没有多想 他的眼睛一片血红 已经完全被仇恨给冲昏了头脑 陈锋不明白 为什么骆子兰要逃往这个方向 要知道 这并不是最佳的逃跑路线 骆子兰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 微笑说道 好好看着吧 陈锋眼睛一亮 说道 子兰姐 你是不是在这里做了什么布置 聪明 骆子兰咯咯一笑 两人急速狂奔 很快就来到了山谷尽头 而就在两人刚刚踏出山谷的那一瞬间 骆子兰忽然一掌 向一处山壁之上拍去 轰的一声 那山壁之中 似乎埋藏了什么 被这一掌激发 直接把整座山壁炸得粉碎 而这一掌 似乎就如同一个导火线一般 山谷两侧的石壁 都是发出 砰砰砰的爆炸声 然后 山谷两侧这些悬崖 这些高达千米 长达几十里的悬崖 骤然之间全部塌陷 无数小山一般巨大的石头 疯狂地向下砸来 而此时 烈焰飞龙正在其中穿行 然后 他就发现 数百万吨的石头 在这一瞬间 疯狂地向下砸落 烈焰飞龙实力很强 如果是一块小山大小的石头 砸在他身上的话 他顶多会受一点轻伤 但是此时 却是无数块 足有几千几万块小山大小的石头 疯狂向他砸了过来 砰砰砰砰 无数巨石 直接将其击成重伤 终于 十几块石头一起落下 直接砸在了他的翅膀根处 竟然直接将他的翅膀砸断 然后 烈焰飞龙重重地砸在地上 将地上砸出一个深坑 他口中发出七粒惨叫 而他不落地的话 还有逃出的希望 此时一落地 顿时被无数石头 直接覆盖 骆子兰捂着嘴咯咯一笑 笑容中是掩不住的得意 我在这山谷两侧的山壁之中 埋了整整二百枚轰雷丹 轰雷丹可是我神龙教专属的炼药师炼制的 一枚 就足以诈平一座山 无数石头形成一座巨山 直接将其埋在下面 烈焰飞龙被炸得深受重伤 陈锋两人一时间根本听不到他的任何动静 但骆子兰却是毫不犹豫 拉着陈锋 狂奔而逃 根本没有任何要回去杀烈焰飞龙的意思 陈锋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两人都非常清楚 此时烈焰飞龙就算是深受重伤 他们两个也不可能能够将其杀死 恰恰相反 若是留恋不去 跟烈焰飞龙死战 反而很有可能会死 所以 两人毫不犹豫 立刻逃跑 这一次 烈焰飞龙终于没能再追上来 当天傍晚 夕阳奚落 重火宫所在的这片山脉 所有的花树 似乎都是火红色 此时在夕阳下 更是呈现出一种如雪一般的绚烂 似乎在最后的绽放 陈锋和骆子兰面对面站着 两人都是有些沉默不语 骆子兰低着头 忽然抬起头来 脸上露出灿烂笑 弟弟 我走了 陈锋问道 你要去这追龙后水吗 骆子兰点点头 陈锋漠然 但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轻声说道 保重 你也是 骆子兰微笑 转身 头也不回 转眼 已不见踪影 陈锋轻轻一叹 怅然若失 陈锋回到山洞之中 在那块大石旁边坐下 目光之中有些呆滞 看着大石之上 本能的伸手向上触碰了一下 就仿佛 那个一身 阑珊的女子 还坐在这里 向自己巧笑倩息一般 他们两个人 在这里整整待了三天的时间 三天时间 不说相濡以沫 却也是朝夕相处 陈锋甚至对她的一颦一笑 都是熟悉到了极点 而此时 脑海中也在闪现着 两人相处的画面 本章完 第1107章 天龙步 陈锋闷头坐在那里 忽然站起身来 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似乎要将刚才的烦闷 一扫而空 她口中轻声自语道 陈锋 你修炼这么多年 心智坚定 又跟那般多的女子 有过感情纠葛 现在似乎也不需要 再多一位了吧 要知道 秦债可是天下最难还的债 秦债也是修炼中 最难破的关 每多一层秦债 修炼的难度 就更加增大一分 陈锋神色甚至有些猙獰 凶狠地冲着自己吼道 陈锋 忘掉这段感情 陈锋承认 经过这几天的相处 她对骆子兰 有一种莫名的情愫 萦绕心间 以至于现在都难以忘怀 但她的理智更是告诉她 唯有斩断青丝 才是最好的选择 俺老出现在旁边 看着陈锋 淡淡说道 小家伙 未必碰到的所有情都是原 有的是债 是你还不上的债 你的所有事情 我都知道 你这一路走来 已经跟太多女子留下了纠葛 实在是没必要再多一个了 而且 她顿了顿说道 我这话可能说得难听 但却是肺腑之言 那就是 和这个女子纠缠太深 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 她跟你过去的那些世界师妹都不一样 她太复杂 陈锋点点头 轻声说道 暗老 我知道 你放心 我明白应该怎么做的 她从怀中取出两卷卷轴 亲手亲脚地打开 两卷卷轴之中 其中一个根本连名称都没有 上面只是写满了各种口诀秘法 这只卷轴 乃是一门秘法 之前 骆子兰曾经跟她说过 吞服龙血路之后 可以从其中提炼出一门非常强大的火焰来 这阵一卷卷轴之上 所记载的便是提炼火焰的法门 而另外一个卷轴 上面则是写了三个大字 天龙布 你的其他功法都还不错 尤其是你修炼的 这门名为九阴九阳神功的功法 非常厉害 竟然能够吸收舞者的真元 灵兽的灵气 神奇之处 我当真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此时 尘封脑海之中 骆子兰昨日晚上跟自己说的话一一浮现 我修炼的功法 也未必比九阴九阳神功更好 所以也没什么可教你的 但是你练的身法实在是太差了 你的速度跟你的实力严重不相符 所以 这门天龙布武技 送给你 好好修炼 两卷卷轴之上 似乎还带有骆子兰的体温 尘封将卷轴收起来 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沉默片刻 大步向着山洞外面走去 当他走出山洞的时候 脸上已然是一片坚毅 方才的犹豫和彷徨 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到这一幕 暗老嘴角 露出一抹微笑 尘封一颗心 重新坚定起来 毫无破绽 然后 他忽然回身 双手重重地拍在山壁之上 顿时 大石碎裂 整座山洞 都是被巨石掩埋 再也没有过任何存在的痕迹 就好像 两人 曾经在这里那三日三夜的回忆 也被彻底抹去了一样 尘封转身离去 再也没回头 但他身影之中 却是带着一抹消疏落寞 而此时 远处一座山崖之上 骆子兰一身阑珊 他看着尘封的背影 眼中闪过一抹难以言喻的痛楚 他神色痴痴 男男说道 三天 仅仅三天的时间 我没想到 已然对你用情如此之深 我是什么时候喜欢上你的呢 可能是刚刚醒的时候 听到你那温和的声音 又或者是 第二天早上起来 看到第一抹 照样撒在你的脸上 那个时候 就无缘无故的一阵心计 仿佛靠在你身边 便是安定无比 再也不用去想任何事情 已然情根深重 只是 我对你的情 却注定不能发芽 生长 开花 结果 甚至连冒头都不行 必须在第一时间斩断 因为 我是神龙教的圣女 我是龙后水的女人 哪怕我痛恨她 我也不得不回到她身边 而若是 被她发现了我与你的事 只怕你第一时间 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这一段情 不能留 她目光有些复杂 轻声说道 不过 让我欣慰的是 原来你这个小家伙 对我也不是毫无感觉吗 看来 你也很苦恼呢 不过 既然你能斩断情思 我当然也要好好努力 说着 她又深深看了尘封一眼 飘然而去 一处远离重火宫 足有五百多里的山洞之中 山洞干净 深处一汪清泉 极为清澈 大石之上 尘封盘歇而坐 双眼微闭 神色淡然 身上气势 闪烁不定 极为飘渺 尘封此时 在修炼九阴九阳神功 但是跟她过去修炼的时候 情况不太一样 尘封体内 丹田之中 九阴九阳神功形成的庞大气旋 正在不断运转 如同覆盖在丹田上空 一座庞大的乌云一样 只不过 此时的九阴九阳神功 盘旋的方向 却是跟过去恰恰相反 过去她是将别人的真元吸收 然后转化为自己的真元 但这一次 她却是在提炼 没错 就是从尘封的真元之中提炼 此时 尘封真元之湖里面 波涛汹涌 声势浩大 无数真元翻翻滚滚 而这些真元的颜色 其实并不一样 所有的真元 全部都是玉白色的 但是细节处却有不同 有的是纯粹的玉白 有的则是夹杂着一丝淡紫色 而其中最大的一部分 则是玉白之色中 夹杂着浓浓的红色 红色里面 还带着无数金丝 这一部分真元 都是通过龙血路转化而来的 九阴九阳神功疯狂转动 终于 一滴龙血路转化而来的真元 从真元之弧里面 被剥离出来 然后 是两滴三滴 最后 足足有数百滴真元 被剥离出来 然后 陈锋小心翼翼地控制 将那些不是龙血路转化成的真元 小心翼翼地踢出 让其重新落入真元之弧里面 足足过了一个时辰 陈锋感觉一阵心力交瘁 疲惫无比 才将数百滴龙血路转化的真元 留了下来 再无其他 本章完 第一千一百零八章 杀戮锤炼 接着 九阴九阳神功形成的气旋 将这些真元席卷入其中 开始在里面疯狂旋转 陈锋静心凝神 按照骆子兰给自己的卷轴中 所记载的秘法 开始一点一点挤压那些真元 这些真元里面 隐隐约约蕴含着一丝丝 金红色相间的丝线 而这些丝线 一点一点被陈锋 逐渐挤压了出来 终于 陈锋从一滴真元之上 剥离出来这么一根丝线 然后 这一根丝线 陡然之间便弹射出来 丝线如同一根火线一样 里面蕴含着无尽的热量 灼热无比 陈锋心中 陡然变得兴奋起来 这根金红色香蕉的火焰丝线 就是他从这里面 玻璃出来的火焰 也就是骆子兰所说的 他能够得到的那种 极其强大的火焰 此时的火焰 还只是极细极细的一缕 陈锋就已经从上面感觉到 相当庞大的毁灭性力量 陈锋这一兴奋 刚刚凝结出来的 这一缕金红香蕉的火焰丝线 立刻砰的一声 直接破碎 陈锋赶紧收射心神 重新开始凝聚 又花了好几个时辰的时间 才将这一缕金红色的火焰丝线 重新提炼出来 这时候 其中一滴真元里面 已经没有了金红色的光芒 变成了普通的玉白之色 陈锋立刻控制着 将它重新滴入真元之湖里面 然后 陈锋又开始提炼 第二滴真元之中的金红色火焰丝线 半个时辰之后 又是提炼出来一丝 时间悠悠而过 陈锋枯坐于山洞之中 提炼金红色火焰丝线的速度 越来越快 一开始的时候 他要两个时辰 才能提炼出来一丝 而到了现在 大约一刻钟的时间 就能提炼出来一丝 但是陈锋的速度 并没有变快多少 因为他发现 随着金红色火焰丝线的增多 他的控制 也是变得越发的困难 陈锋 心力交瘁 整个人疲惫不堪 精力几乎耗尽 终于 当三天过后 陈锋提炼出来 一百根金红色火焰丝线之后 当他再去提炼 第一百零一根的时候 啪的一下 之前的一百根金红色火焰丝线 全部碎裂 陈锋从入定状态之中 退了出来 砰的一声 一拳狠狠地砸在地上 哪怕是他这般星星 此时也是极为的恼火 毕竟 这可是他用了足足三天时间 才凝炼出来的一百根金红色火焰丝线 结果 一瞬间就全部化为乌有 陈锋一想到要重新凝炼 就一阵头大 但是陈锋 还是压下了性子 他一直就知道 修炼绝不是一件 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 所以 陈锋重新屏息宁神 让自己心情变得如古锦布波一般 彻底平静下来 然后 重新开始凝炼 这一次 速度比之前快了一些 用了大约两天半的时间 就凝炼出来一百根金红色火焰丝线 而陈锋这一次学乖了 没有再凝炼第一百零一根 而是根据骆子兰给他的卷轴之中的秘法 开始控制着这一百根金色火焰丝线 试图将其揉砸在一起 从真元中 剥离出这些金红色火焰丝线 是第一步 而第二步 就是将其从火焰丝线 揉合为火焰形态 但是 陈锋发现 极为困难 这些金红色火焰丝线 非常的桀骜不驯 在陈锋的丹田上方窜来窜去 让陈锋极难控制 陈锋要将自己的思维 分成一条条一缕缕 将自己的所有力气都分散开来 才能够勉强将它们控制 别说是将它们揉在一起了 就算是维持住现在的局面 也已经非常困难 砰的一声 一百根金色火焰丝线全部消失 直接炸裂 哇的一声 陈锋丹田震荡 一大口鲜血吐出 陈锋不信邪 又开始第二次 两天之后 又是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吐出 浑身巨震 又失败了 这一次 他受伤更重 甚至陈锋感觉自己丹田都有些不稳 整整调理了两天 方才恢复过来 接下来 陈锋又试验了五次 结果 这五次全部失败 当第五次失败的时候 陈锋沉默半想 忽然站起身来 发出愤怒吼叫 神色之中充满了不满 暗老在他旁边出现 等陈锋发泄了好一阵之后 他才缓缓开口 说道 是不是感觉很难 陈锋点点头 问道 暗老 你说 这是怎么情况 子兰姐给我的你卷轴之上 是不可能写错的 她没有害我的理由 暗老点点头 陈鹰片刻 说道 确实不是卷轴上的错误 应该是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 是我修为不够吗 陈锋皱眉问道 修为够是够了 但是根基太差 太不稳 暗老说道 你提升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几乎是一瞬间 就从天狐三星 直接提升到了天狐九星 甚至包括你以前 境界提升之后 也一直没来得及稳固 提升速度太快 导致你根基非常的虚弱 根本无法控制这些火焰丝线 陈锋了然 问道 那现在 我需要做什么呢 现在 你需要做的 按老微笑说道 挑战 挑战 陈锋眉头挑了挑 没错 不断地挑战强者 在战斗之中 不断地锤炼自身 让自己在这一境界 彻底稳固下来 挑战强者 锤炼自己是吗 陈锋听了 若有所思 口中喃喃说了几句 半空之中 传来一声清脆的鸣叫 一只巨大的铁甲巨鹰 从半空之中 收敛翅膀 凌空向下飞出 它速度快到了极点 宛如闪电 甚至撕裂空气 发出巨大的轰鸣之声 冲击力强大无比 只怕足有数百万斤的冲击力 这一下 哪怕是撞在山上 都能将一座小山撞穿 声势极为凶狠 而它撞击的目标 就是下面的陈锋 这头铁甲巨鹰 长有五十米 一盏足有百米 跟它比起来 陈锋简直弱小的 如同蝼蚁一般 它的眼睛 死死地盯在陈锋锋身上 露出极度狠毒 细血之色 刚才 它在半空之中飞行 看到陈锋 便随手想要抓起来 将其作为自己的食物 本章完 第1109章 杀杀杀 结果却没想到 竟然被这个该死的人类 给砍了一刀 竟然还出血了 铁甲巨鹰心中愤怒无比 它决定 待会儿将这个该死的人类 打成重伤 禽住之后 一定不着急吃了它 它要一点一点的 将陈锋切成一块块碎片 然后当着它的面 放到自己嘴里 让它体会到那种 被一点点吞噬的痛苦 杀 面对这头俯冲而来 强大无比的七品灵兽 铁甲巨鹰 陈锋毫不畏惧 反而发出一声幕后 手中断月刀 疯狂斩出 轰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陈锋手中断月刀 和铁甲巨鹰 重重地撞在一起 铁甲巨鹰 浑身遍布铁甲 厚重无比 坚固之极 硬如玄铁 陈锋一刀斩上 火花四箭 铁甲巨鹰发出一声 凄厉的尖叫 断月刀 直接刺入它的背部 伸入三米多 然后 雷球轰然炸开 将这个又深又小的伤口 直接炸成了一个三米多深 直径四五米的巨大血洞 鲜血疯狂炸出 而陈锋 也是直接被撞出去几十米 他的胸口 出现了一个足有顽口大小的血洞 他竟是直接被铁甲巨鹰的尖锐 长嘴给刺穿 鲜血在胸前后背两个血洞之中 喷涌而出 甚至还有内脏碎片 混杂在里面 这一下 直接就让陈锋重伤 冰死 他疯狂科学 但是陈锋运转九阴九阳神功 立刻就封住了伤口 然后 他发出一声疯狂的大笑 接着 他手提断跃刀 连踏十几步 每踏一步 气势都提升一分 最终 提升到天虎九星的巅峰 然后 又是一刀 疯狂斩出 铁甲巨鹰挥舞着巨爪 重重地撞在陈锋刀上 陈锋再次被打飞出去 他的身体表面被划出来 五道巨大的伤口 这五道巨大的伤口 每一道都是贯穿他的身体 几乎将他的身体撕裂一般 他的身体 几乎要被分成好几块 惨不忍睹 但是 他手中断月刀 也将铁甲巨鹰的半个爪子 直接刺穿 然后 又是刺中了他的左边翅膀一点 雷球炸开 直接将左边翅膀下面 炸出一个巨大血洞 甚至半边翅膀都被炸断 铁甲巨鹰发出凄厉的惨叫 陈锋所受的伤势 一般人只要承受十分之一这样的伤势 都会活生生疼死 但是陈锋 却像是没有察觉到痛苦一样 哈哈狂笑 咬着牙 目光之中露出一抹疯狂之色 他又是冲到镜前 长刀刺出 又是一招怒雷烈山河 力声大吼 畜生 再来 铁甲巨鹰发出一声力喝 尖锐叫道 不知死活的人类小崽子 我的实力远胜于你 这样跟我拼下去 绝对是你死 陈锋哈哈笑道 那又如何 就算我死 也要拉着你陪葬 哪里那么多废话 要打遍他 这是陈锋的第三刀 这一刀 直接刺透了铁甲巨鹰 另外一只完整的爪子 然后雷球轰然炸开 将他那完整的爪子 给直接炸飞掉 铁甲巨鹰七力惨叫 他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已经是露出了一抹恐惧之色 这个人类 实力在他之下 但是就像是不怕死一样 拼命进攻 刀刀拼命 每一刀 就像是舍弃了自己的性命 根本不计后果 铁甲巨鹰已经相信了陈锋说的话 就算是他死 也一定会拉着自己陪葬的 他忽然之间 转身向远处飞去 他感觉 陈锋就是个疯子 自己跟他拼命的话 一定会把命给搭上的 他奋力想飞得快一点 但是由于左边翅膀受到重创 速度已经是下降了差不多有一半 不过 依然是快到极点 转眼间就飞出数百米 陈锋力声怒吼 天龙步 他体内九阴九阳神功 疯狂运转 然后下一瞬间 在他面前 竟是出现了一条天龙虚影 这条天龙虚影 长足有数百米 已经是将整条天龙的形体勾勒出来大部分 但是 还少了龙头合龙的脖梗 大约只有整个天龙的八分之六 而在这条天龙之上 则是有六个节点 陈锋脚下 就是龙尾处最末尾的哪一个节点 然后下一瞬间 陈锋体内光芒涌动 身形刷的一声 直接消失 来到下一个节点 他这一步 竟然直接跨越了五十米 然后 陈锋刷刷刷 身形连闪 连续五个闪烁 直接来到了第六个节点之处 每一个闪烁 都能直接跨越五十米的距离 此时 他已经来到三百米开外 竟是直接追上了铁甲巨鹰 然后陈锋 从下往上 凌空扑击 发出至强一刀 断月刀 直接刺中了铁甲巨鹰的胸腹 刺中了他的心脏 然后 雷球轰然炸开 将铁甲巨鹰的心脏 炸成碎片 铁甲巨鹰 一声凄厉的惨叫 从空中 直接坠落在地 陈锋重重地落在他的尸体之上 踏足齐上 手持断月刀 仰天大笑 快意无比 铁甲巨鹰 七品巅峰灵兽 相当于人类的天海近三星 而陈锋 以天虎九星之级别 竟是将其斩杀 因为他有怒雷烈山河这一招强大无比的绝招 因为他有九阴九阳神功 而更重要的 则是因为他那一颗不屈之心 战斗之心 陈锋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弯着腰 大口大口地咳着鲜血 里面还有内脏碎片 然后 他重重地摔倒在地 此时 陈锋的一股气 退了下去 这才感觉 自己已然重伤 冰死 身体各处传来撕心裂肺的疼痛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 似乎就要崩溃了一样 已经很久 没有受过这么重的伤了 这是陈锋近十天以来 斩杀的第五头灵兽 这段时间 陈锋遵从暗老所说的 挑战强大灵兽 之前他挑战的那四头灵兽 全部都是七品灵兽 只不过都是七品灵兽初期 陈锋经过一番苦战 都是将其斩杀 而这一次 这头铁甲巨鹰 则是七品灵兽巅峰 甚至已经是触摸到了 八品灵兽的边缘 实力比他之前挑战的 那几头灵兽 强大了一个层次 极其强横 其实陈锋完全不是对手 但他咬着牙 绝不认输 拼尽全力 本章完 第1110章 突破 天海静 你绝死之心 竟然将这头铁甲巨鹰 斩于刀下 这几天时间 陈锋的天龙步 进步极为明显 他现在 已经修炼到了六步的境界 用出天龙步之后 形成一道天龙虚影 上有六个节点 一步跨出 就是五十米 而天龙步 修炼到了极致 则是可以在虚空中 接连踏出八步 速度比现在提升一倍 跨越的距离 也是提升一倍 之前每斩杀 一头妖兽 陈锋的层次 就稳固一分 他对自己境界的理解 也是提高一分 到现在 这种理解 已经是积攒得相当雄厚 而他斩杀了这几头灵兽之后 也是将灵兽的灵气精血 全部都吸收一空 但是 从天虎九星 突破入天海静的门槛 应该是相当之高 杀了四头七品灵兽 将其精血灵气吸收 似乎还是不够 依旧 还在积累之中 而就在此时 陈锋忽然感觉 经过了方才那一番激烈之极 残酷无比的战斗 自己虽然身受重伤 但是这一刻 那些积攒的理解 一瞬间全部爆发起来 此刻 他那本来略显轻浮的根基 已经是非常扎实 雄厚无比 陈锋挣扎着站起身来 来到铁甲巨鹰尸体旁边 双掌红光闪烁 重重地摁在铁甲巨鹰身上 疯狂地吸收起灵气和真元 铁甲巨鹰磅礴之极的灵气 涌入陈锋体内 被九阴九阳神功 转化成滴滴真元 七品巅峰灵兽 实力甚至比烈焰飞龙 右兽还要强大 他的灵气雄魂之极 陈锋疯狂转化 半个时辰之后 就有数百滴真元 洒落在他丹田底部的天壶之中 天壶之中 忽然掀起惊涛骇浪 然后疯狂向两边扩散 陈锋的丹田 又是被硬生生地撑大了一圈 虽然剧痛无比 但他心中却极为开心 天壶面积比过去增大了至少一倍 直接从天壶变成了天海 此时 陈锋丹田巨大无比 丹田下面是一片无尽海洋 海洋之中 波涛汹涌 澎湃之极 不时有大浪翻卷 轰的一下 陈锋的身体 所有伤势全部愈合 一瞬间 肌肤心声 断骨续接 整个人如同脱胎换骨一般 散发着一股别样的气势 强大而充满了灵气 生机勃勃 陈锋缓缓睁开眼睛 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站起身来 而随着他意念一动 在他身后 一幕天海 骤然出现 在天海之中 有一颗极其璀璨的巨大星辰 在这颗巨大星辰旁边 则是九颗稍微小一点的星辰 同样非常璀璨 而在九颗小点的星辰旁边 则是星星点点 足有上千个 更小的星辰 哪怕再小 却也散发着璀璨的光 散发着不屈的意志 陈锋嘴角 微微一笑 神色间有些感慨 我现在 已经突破入天海一星了 想当初 突破入天河一星的时候 离现在也没几个月 就这么短短时间之内 我的实力提升百倍 陈锋不但突破 根基更是变得无比扎实 极为浑厚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虚浮之意 而也正是在这一瞬间 陈锋忽然感到 有一股莫名的领悟 骤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这一瞬间 脑海清醒无比 极为空灵 而随着这一幕领悟 他也自然而然做出动作 盘系于当地 双手结了一个奇怪的法印 他体内九阴九阳神功 不用指挥 直接自己运转 陈锋那如同一个宇宙一般 巨大的丹田之中 在那惊涛骇浪的天海之上 忽然有浓雾生腾 正是九阴九阳神功的气旋 这一次 九阴九阳神功运转之后 真元之海里面那些龙血路 转化而成的真元 温顺无比 如同有灵性一般 直接自己飞了上去 然后 九阴九阳神功 将真元卷入其中 如同磨盘一般碾压 这一次速度很快 大约只用了五个时辰的时间 就把整整一百根金红色火焰丝线 给提炼出来 看到这一幕 陈锋一颗心 砰砰乱跳 激动无比 他感觉 自己做这一切 都是水到渠成 他将自己的心情按捺下来 整个人变得平坚然 他按照骆子兰留下的卷轴之中所说的方法 双手不断截出古怪法印 驱动着九阴九阳神功 将那一百根金红色火焰丝线汇聚在一起 然后 用种种神妙法诀 将其控制 逐渐融合 两根金色丝线融合在一起 稍微变大一点 然后 又是一个被融合其中 这些事情 极为耗费心力 陈锋额头甚汗 浑身颤抖 但他咬着牙死死地扛着 没有丝毫退缩 不知道过了多久 也许是一夜 也许是整整一个月 终于 黑暗散去 远处天穷之中 太阳跳跃而出 第一抹朝阳洒落印照在陈锋的脸上 他满脸平静 平静之中 却蕴含着磅礴的力量 而也就是在这一瞬间 陈锋丹田之中 那一百根金红色的火焰丝线 终于凝结在一起 啪的一声 轻响 仿佛水打了一个响指 然后下一瞬间 一朵火焰骤然出现 悬在这丹田的最上方 这火焰很小 不过是手指度一般大小而已 但是却仿若 能将这整个丹田照亮 火焰一片赤红之色 在赤红之色中 则是夹杂着丝丝金色 金丝缠绕其中 看起来华美无比 陈锋忽然睁开眼睛 右手轻轻一弹 然后下一瞬间 一抹火焰 便是出现在他的右手 食指 指尖之处 悬停于三寸之上 一抹火焰 如同精灵一般 不断跳跃 陈锋心面一动 轻轻一弹 他本来想将这一抹火焰弹出 但是却没想到 火焰竟是挣扎了一下 根本就没有遵从他的意愿行事 而且竟然有缩回体内的情形 陈锋立刻眉头一拧 针缘狠狠压缩 将这火焰压得几乎要熄灭一样 这下 火焰似乎乖绝了 陈锋在驱动他的时候 火焰便是弹出三尺之外 撞到一棵树木之上 下一瞬间 这株树木 根本没有经过燃烧的过程 直接就变成了一片黑色焦炭 一阵风来 直接化为无束飞灰 直接消散 本章完 第1111章 烈阳惊艳 陈锋轻轻叙了口气 目光之中 却是露出一丝不满之色 这一抹火焰 颇为桀骜不驯 看起来竟是有自己的灵性一般 我将其驱动 结果他竟然还不听话 狠狠压制了一下 才遵从我的意志 我最担心的 还不是他不听话 而是 他万一反噬 那该怎么办 不过 陈锋脸上阴翼之色很快散去 变得兴奋起来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这一抹火焰 温度极高 达到了八千多度 如此高的温度 极为强横 就如同刚才击中那树木的时候 甚至直接都没有了燃烧的过程 就以极高的温度 将这树木灼 烧成了飞灰 整个过程 暗老一直在旁边静静地看着 当看到陈锋终于掌握了这一缕火焰之后 暗老忽然大笑 笑声极为响亮 眼神之中充满快意 整个人高兴到了极点 陈锋看着这一幕 不由恶然 呆呆着看着暗老 问道 暗老 怎么了 至于这么高兴吗 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 暗老激动到这般程度 暗老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说道 你这个小家伙 知道什么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可知道 你这一缕火焰 乃是真焰 真焰 这是什么意思 陈锋赶紧问道 暗老说道 你也练过丹 你之前应该也清楚 练丹的时候 都是将手按在炼丹炉下面 然后将钢器 或者真元灌注入其中 借助炼药顶的力量 将你的钢器或真元 转化为火焰 那样的火焰 被称为虚焰 之所以会产生虚焰 三分是你的功劳 七分则是炼药顶的功劳 若是同一个炼药师的话 炼药顶越好 出现的虚焰就越强 陈锋点点头 没错 暗老指着陈锋 只见那一抹火焰说道 这一抹火焰 则就完全不同 这种火焰乃是真焰 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是被你掌控的 陈锋心中一动 问道 是不是有了真焰之后 炼药的能力 就能大幅度上涨 那是当然 暗老说道 你想 你直接操控真焰炼制丹药 当然要更易于控制 有时候炼丹 也就是差着一丝一毫而已 一丝一毫的差别 炼制出来的东西 就是天壤之别 他看着陈锋 就如同在看一个怪物一样 说道 陈锋 你可知道 你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吗 陈锋挑了挑眉头 什么奇迹 你应该是级别最低的 掌握真药的炼药师 暗老说道 一般来说 三品炼药师 晋级为四品的标志 就是能够掌握十焰 而你呢 你才是一个一品炼药师而已 竟然就掌握了真焰 简直是不可思议 陈锋哈哈一笑 赶紧拍马屁说道 都是暗老教导的好 若是没有你的话 我现在连炼药师之路都没有踏上 更别说掌握真焰 更别说拥有这样强大的能力了 他前面是 再很凑去地开玩笑 说到后来 则是变成了真情实感 他看着暗老 满脸郑重说道 暗老 多谢 只有淡淡的两个字 但暗老能够感觉都出来 其中蕴含的那 磅礴深厚的感情 这一瞬间 他竟然感觉鼻子有些发酸 暗老赶紧在内心嘲讽了自己一下 都活了几千年的老家伙了 什么阵仗没见过 怎么这会儿这么没出现 他赶紧调整心情 白了尘封一眼 少拍马屁 暗老接着说道 其实现在 你只见的这一抹火焰 只是这种火焰的一种非常出级形态而已 什么 尘封听了一惊 这火焰温度达到八千多度 威力强横 竟然还只是出级形态 暗老说道 没错 就是出级形态 你可知道 虽然它的温度达到八千多度 但其实这温度 主要是红色火焰中的金丝所提供的 这金丝 炽热无比 你感受一下 尘封伸手感受了下 就连他这个主人 都感觉到手被烫得疼痛无比 赶紧缩了回来 暗老微笑说的 没错吧 尘封嗨然道 这金丝竟然如此厉害 我感觉到 其温度至少要达到了两万度 暗老点头 没错 这金丝 其实就是这红色火焰的核心所在 你这一缕火焰 金丝越多 威力就越强 温度就越高 而假如有一天 其完全变成黄金之色 变成纯色的金焰 那威力 嘖嘖 暗老嘖嘖两声 发出一声惊叹 尘封听了 憧憬无比 赶紧问道 暗老 应该如何做 才能将其变成纯色金焰呢 暗老微微一笑 很简单 当然是提纯 提纯 尘封眉头皱了皱 问道 暗老说道 我问你 你这火焰是怎样产生的 尘封说道 我吸收了龙血露 将龙血露转化为针 渊然后 从针缘中提炼出来的 那不就结了 暗老说道 接下来 你只要继续吸收龙血露 然后转化真元 继续从真元之中提炼 将这火焰不断壮大 等到其壮大到一定程度 就将这些红色火焰剔除 只留下金色烈焰 等到你将龙血露全部吸收完毕 只怕这火焰 也就能够变成金色的了 尘封苦笑说道 这样的话 可是旷日持久了 那龙血露这么多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暗老默然一笑 你这小家伙 就别不知足了 多少人日思夜想 盼着有这机会 还得不到呢 陈锋哈哈一笑 我也就是说说 对了 陈锋接着问道 暗老 我能够驱使这火焰 为我战斗吗 暗老点头说道 当然可以 只不过嘛 要有两个条件 其一 你将这烈焰彻底掌握 让它完全听命于你 刚才你也感受到了 这烈焰队 似乎对你并不是那么的福气 还是很有些桀骜的 陈锋点头 他刚才感觉得很强烈 接着问道 第二呢 暗老说道 第二则是 有一门配合着火焰的武器 要不然的话 你只能用一些 非常粗糙的方式 驱使火焰战斗 大概只能用烫烫人 烧烧人之类的 非常的原始低级 根本无法将火焰的 真正威力发挥出来 陈锋默然思量很久 陈锋点头 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对了 暗老微笑说道 这种火焰 我之前完全没有听说过 应该算是 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一种火焰 这种火焰跟悬火想必 当然是根本比不了的 但是却是远远胜过普通火焰 怎么样 为这个火焰取个名字吧 你有这个资格 陈锋思量一会儿 微笑说道 炽热无比 惶惶如烈阳大日 就叫烈阳惊艳 如何 烈阳惊艳 烈阳惊艳 暗老念了两遍 哈哈一笑 好名字 这名字 霸气十足 本章完 第1112章 沐春雪 陈锋往紫阳剑场方向赶去 此行虽然没有得到悬火 但是陈锋 确实也得到了烈阳惊艳 烈阳惊艳 虽然远远比不上 红莲帝星火 但是却让陈锋 重新拥有了炼药的能力 所以 陈锋想要立刻 回到紫阳剑场 立刻帮助魏清衣 炼制丹药 魏清衣之所以 变成这个样子 乃是因为她 陈锋心中 实时为此事而愧疚 所以 她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犹豫 红莲帝星火去的方向 她已经知道 陈锋以后 也肯定会要去抢夺 红莲帝星火 但是不是现在 以她现在的实力 要抢夺红莲的星火 无异于是 痴人说梦 要知道 光是神龙教和宠火宫 就有起码十余个 宁魂镜高手参与其中 再加上其他各方势力 高手数量不知反几 全都是为了 红莲帝星火而来 陈锋这样的小角色 缠火进去 只能是被活生生碾碎 暗老微笑说道 你这个想法非常正确 猎羊经验 虽然比不上 红莲帝星火 但是却也非常的强大 无论你现在用来炼药 还是用来战斗 都是足够了 反而是红莲帝星火 就算是你现在得到了 也根本无法 将其使用 甚至 还会直接被 红莲帝星火所吞噬 他摇了摇头 说道 当初也是我欠考虑了 现在想想 其实想要吞噬 红莲帝星火 除了你实力 必须达到 凝魂境之外 更是需要做好 几项准备 陈锋一听这话 立刻兴奋起来 说道 按照你的意思是 只要我达到了 凝魂境 并且做好那几项准备 一定可以得到 红莲帝星火是吗 暗老哈哈一笑 我不能保证你能得到 想得到红莲帝星 火需要你自己 去争去抢去拼 但是 老夫可以保证的是 只要是你 按照我说的 做好了准备 只要是你得到了 红莲帝星火 就一定可以 将其炼化为你所用 他神色之中 露出一丝傲然 说道 你可别忘了 老头子我活了几千年 见过的玄火 没有一百种 也有七八十种了 经验倒还算是丰富 陈锋哈哈一笑 好 他心中充满了干劲 陈锋本来打算 直接回到丹阳郡城 去那里寻找药方 和各类药材 但是走到半路上 他忽然想起 这条去丹阳郡城的路 中间 只要稍微往旁边拐一下 就可以去往灵药镇一趟 根本花不了多少时间 正好 陈锋也有很长时间 没有见到师弟师妹们 尤其是花如延和江月纯 陈锋非常想念 上一次见面之后 陈锋将他们安置在灵药镇 也没来得及说几句话 甚至都没有多少和两个女孩 独处的时间 陈锋就急急忙忙地离开了 现在陈锋还记得江月纯眼中 那失落思念的表情 于是他决定 先去灵药镇一趟 正好 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 又修炼得如何了 此时 正是白天 通往灵药镇的道路上 时不时有伤对经过 陈锋不想太引人注意 所以 他只是骑成了一匹普通妖兽 向着灵药镇赶去 刚往前走了大约有十几里 忽然 陈锋听到一声惊喜的呼喊 陈锋 陈锋师兄 陈锋一听自己名字 挑了挑眉头 回头看去 然后 就见在自己身后 走过来一支小小商队 这支小商队里面 也就是三四辆马车而已 周围则是有二十余个护卫 而此时 一辆马车的帘子被掀开了 一个少女正向着自己招手 脸上充满了惊喜之色 陈锋看了一眼这个少女 感觉很是眼熟 仔细一想 顿时想起此人是谁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缓声说道 沐春雪 好久不见 原来 这个女孩 正是沐春雪 大约两年之前 陈锋和他 还有另外几个人 曾经结伴行 进行过一次探险 还因此有了之后 种种恩怨纠葛 沐春雪 从马车之上跳了下来 一溜小跑 来到陈锋面前 他看着陈锋 非常的兴奋 几乎都要跳了起来 激动说道 陈锋 真没想到 过了这么多年 咱俩竟然还能见面 是啊 陈锋轻轻嘘了口气 心情之中 也颇有几分感慨 和沐春雪 分别的时候 已经过了两年了 当初自己不过十六岁 而现在 已经十八岁了 当初的自己 还是在后天竞 挣扎的一个小蝼蚁 现在却已经是达到了 天海一星 这可是原先想都不敢想的 一种境界 两年不见 沐春雪 依旧活泼可爱 只不过 他显然是成熟了不少 他看着陈锋 唧唧喳喳地说道 陈锋 你知道吗 自从上次一别之后 我就一直特别想你 还想着去钱元宗找你 后来钱元宗 说到这里的时候 他忽然顿住了 有些忐忑地打量着陈锋 生怕陈锋生气 他有点小心翼翼说道 陈锋 钱元宗的事情 我们 我们都非常的难过 见陈锋脸色不变 并没有什么生气愤怒的表情 他才略略放心 赶紧安慰说道 陈锋 这事情都过去了 炼药师协会庞然大悟 以你的力量 也根本无法抵抗 甚至咱们青森山脉几大宗门 全部联合起来 也无法抵抗 所以 报仇的事情 就先埋在心底吧 先要保住自己 才是真的 陈锋看着木春雪那认真的表情 先是有些好笑 接着心中 便是涌起一阵浓浓的感动 这个小女孩 显然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紫阳剑场的事情 以为自己还在前渊宗 前渊宗被灭 他显然得知了这个消息 有些怕提及自己的痛处 他在这里 用他那非常笨拙的方式安慰着自己 但却是一片真情实意 陈锋微微一笑 轻声说道 放心吧 我没事的 嗯嗯 没事就好 木春雪很用力地点头 对了 春雪 你怎么会在这里 陈锋问道 木春雪说道 因为我家本来就是这儿的呀 你竟然是隋阳俊人 不是丹阳俊人 对啊 木春雪指着北面说道 我家就在北面三百里外一座小城之中 本章完 第一千一百一十三章 不限 我当初加入金刚门 是因为家族之中有一位长辈 就在金刚门 我去了之后 也能多些照应 所以就去了 陈锋点头 原来如此 他又问道 那你现在这是 一提起这个 木春雪立刻很是兴奋 向陈锋说道 陈锋 陈锋 你看我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陈锋上下打亮了一眼 挑了挑眉头说道 你突破神门镜吗 没错 木春雪哈哈一笑 算你还有点眼光 我是半个月前突破神门镜的 按照宗门规矩 所有刚突破神门镜的弟子 都要出外历练一年 于是我就打算先回家一趟 我家是做药材生意的 和大岳城有些生意上的来往 我在家待了几天 也受不了 于是就跟着家族中的商队 去大岳城一趟 这丫头 天真烂漫 对陈锋更是非常放心 陈锋什么还没问呢 他就都全说出来了 大岳城 是离这灵药镇不远 据说药材极多 甚至有药材之城 称呼的那个城吗 陈锋问他 没错 你要去那吗 木春雪一听这话 立刻更兴奋了 陈锋微微点头 正好要去灵药镇走一趟 好呀 好呀 那咱们一起走吧 正好我这么久没见你了 特别想你 想跟你说说话呢 木春雪还没等陈锋答应 就拉着陈锋 向着商队走去 陈锋摇头苦笑 却没有拒绝 遇到故人 他心情也是颇好 一路同行 倒也并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 木春雪拽着陈锋来到商队之前 然后看着众人 兴奋说道 跟你们介绍介绍 这是陈锋 前渊宗的天才弟子 你别看陈锋 年纪跟我差不多 实力却非常强大 这一次 他跟咱们结伴同行 一起去往大岳城 他话音未落 人群之中 忽然传来一声不屑的冷哼 还前渊宗的天才弟子 前渊宗那个废物宗门 都被人给灭了 连个屁都没剩下 一个废物宗门里的弟子 能有多么天才 我瞧着呀 多半也是个废物 木春雪一听这话 脸上立刻露出恼怒之色 看向那名说话的高大青年 冷声说道 木川山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试试 这名高大青年木川山 冷冷说道 我说的难道不对吗 前渊宗 被人轻轻松松就给灭了 据说连半天的时间都没有用上 这样的宗门 也被称为青森山脉大宗门之一 简直就是丢人 他看着陈锋 脸上露出一抹嘲讽之色 丝毫不加掩饰 前渊宗都被灭了 你这个天才弟子 怎么还活着 看来这位前渊宗的天才 本是不怎么样 逃命的功夫确实一流 真是个贪生怕死之辈 在他身后 顿时传来一阵哄笑之声 他身后那些护卫 纷纷说道 没错 穆大哥说的没错 一堆废物里面 就算是选出一个天才 那也不过是 不那么废物的一个而已 你看看他的座棋 不过是头最普通的 后天级别妖兽而已 若他真的是天才 真的实力强大 岂会骑成这样的座棋呢 更有护卫吹捧说道 要说天才 咱们穆大哥 那才是真正的天才 对 出身旁之如何 借着有限的资源 年仅二十岁 就已经踏入神门境第四重楼 周围百里的年轻一代之中 再无一个对手 穆川山听了这话 很是自信的微微一笑 陈锋看了 感觉很是可笑 方圆百里年轻一代 没有对手 那自己该怎么说 自己这样 在丹阳郡之中 年轻一辈都是数得着的 那该叫方圆万里 年轻一辈无对手吗 穆春雪怒声说道 穆川山 无论你说什么 今天我一定要 陈锋跟我们同行 穆川山耿着脖子 冷笑一声 我就是不同意 为什么要带上 这么一个废物 拖累我们 更何况 他还来路不明 行踪诡异 说不定 这会给我们惹来祸患 穆春雪气得一张 小脸通红 瞪着穆川山 冷声说道 穆川山 别忘了你的身份 你只不过是 护卫头领而已 穆川山冷冷说道 穆春雪 我给你面子 你可别给脸不要脸 你真当你的地位 比我高吗 穆川山乃是 这商队的护卫头领 所以这些护卫 都是非常畏惧巴结他 纷纷顺着他说话 而穆川山 也是穆家的一个 知戏子弟 虽然只是旁知 但是天赋颇为出众 年纪轻轻 达到神门镜第四重楼 远远胜过穆春雪 在家族之中 很受看重 所以名义上 穆春雪是主 他是仆 但他却根本不畏惧穆春雪 陈锋淡淡说道 穆春雪 看来 这里似乎不太欢迎我呢 那算了 咱们两个就此别过 说着 拱拱手 就打算离开 穆春雪赶紧一把 拽住他的袖子 脸上露出一抹殃球之色 说道 陈锋 别生气嘛 你放心 我跟他们说 咱们一定可以同行的 咱们两个好久没见了 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 目光之中 波光盈盈 陈锋看了 止住了动作 穆春山看着陈锋 眼中闪过一抹 争獰凝凶凶狠之色 冷哼一声 装模作样 要走你就赶紧走啊 谁稀罕你留在这里 陈锋眉头拧了起来 眼中闪过一抹淡淡的冰冷之色 他看在穆春雪的面子上 本不想跟穆川山等人一般见识 但现在 他们似乎在不断挑战自己的底线 如果穆川山还不识相 再说一句的话 陈锋直接就会出手 将他狠狠教训一番 这时候 一名身穿黑衣 六十余岁的老者 轻轻咳嗽一声 淡淡说道 别吵了 再吵下去 平白让外人看了笑话 穆春雪立刻拉着他的袖子 撒娇说道 三爷爷 你看 穆川山欺负我 你一定要替我做主 这名被称为三爷爷的老者 呵呵一笑 温和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对穆川山说道 好了 不要争执了 再加上一个人也没有什么 就让他跟咱们同行吧 本章完 第一千一百一十四章 我就杀你了 又怎样 他的语气 让陈锋很是不舒服 就好像自己求着 要跟他们同行一样 老者的态度里面 充满了施舍与怜悯 穆春雪赶紧笑道 我就知道 三爷爷最好了 只不过 他却没有留意到 老者转过身去的那一刹那 眼中的一抹阴霾之色 穆川山冷哼一声 手点了点陈锋 冷冷说道 告诉你 给我老实点 要不然的话 我一定废了你 陈锋淡淡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经历了这一番小小插曲 队伍继续前行 这支队伍里面 只有两辆马车 穆春雪 还有他的侍女乘坐一辆 穆春雪 丝毫不顾及别人的目光 直接让陈锋上了自己的马车 另外一辆马车里面 坐的也不知道是谁 反正陈锋一直没见有人出来 穆春雪 本就对陈锋有些仰慕 再加上又很久没有见到陈锋了 这会儿非常兴奋地 拉着他叽叽喳喳地说话 而他的侍女 是一个名叫铃铛的小姑娘 长得珠圆玉润的 很是可爱 他显然有些怕声 窃窃地看着陈锋 大眼睛里面露出好奇之色 穆春雪叽叽喳喳的声音 甚至连外面都能听到 风吹开帘子 穆川山看到陈锋和穆春雪 两人亲密的样子 眼中闪过一抹浓浓的极度 他脸色很难看 其他那些护卫 一个个静若寒蝉 连话都不敢说 生怕被穆川山 把怒火烧到自己身上 整个穆家 谁不知道穆川山暗恋穆春雪 陈锋四下扫了一眼 有些诧异地问道 你们不是说 跟大跃城有生意上的来往吗 也没见你们有货物啊 啊 穆春雪一听 似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眨了眨眼睛 说道 我也不知道爱 我一直没有想过这件事 哦 对了 他忽然想起什么来世的 说道 听三爷爷说 好像后面那辆马车里面 放着什么要紧的东西 可能就是这个吧 陈锋点点头 也没有太放在心上 又往前走了几十里 忽然远处传来一阵爆裂的马蹄声 接着 众人就看到 足足有三十多名身穿黑衣 骑乘着一种黑色变异战马的骑兵 从远处狂奔而来 直接来到商队前面 他们的目标 显然就是这个小小商队 为首的那名黑衣人 一声令下 这些黑衣骑士 立刻将商队围了起来 他们手中 一个个钢刀出鞘 脸上杀气腾腾 目光猙獰 看着商队众人 商队众人顿时发出一阵惊呼 好一阵慌乱 那些护卫 也都是纷纷后退 陈锋撩起帘子 看到这一幕 眉头微微皱了皱 这些黑衣人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就是 冲着木春雪等人来的 只不过 不知道他们的目标 是不是木春雪口中的货物 黑衣人将商队围住之后 领头的那名黑衣人 缓缓策马向前 来到商队前面 眼神冰冷 充满杀鸡 他身上传来相当强的气势 木穿山感受到这气势 顿时吓得浑身一哆嗦 眼神之中露出畏惧之色 他壮着胆子迎上前去 开口问道 你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可是木家的商队 黑衣人看了他一眼 眼中露出一抹不屑 冷亨说道 滚 你算什么东西 木穿山脸仗的通红 但是却不敢有任何的反驳 立刻灰溜溜的策马回来 忽然 他一转身 正好看到陈锋 从马车里面下来 他脸色立刻变得猙獰起来 将满肚子怒火 向着陈锋撒来 冷声训斥道 你这个废物 都是你惹出来的好事 陈锋挑了挑眉头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还有脸问 木穿山冷亨说道 若不是你 加入我们商队的话 又怎么可能引来这些敌人 陈锋感觉这话非常好笑 这些人明显就是冲着木春雪 他们来的 再说了 这些黑衣人 陈锋还真不放在眼里 他们之中实力最高的 不过神门镜而已 也配当陈锋的敌人吗 木穿山冷亨一声 废物 现在自己惹来的祸事 自己解决掉 陈锋冷冷看他一眼 然后向前走去 那名黑衣人看到陈锋 目光顿时一缩 心中竟是不由地泛起一阵经济之一 似乎是面对什么强悍存在一般 他的脸色 立刻变得凝重起来 看着陈锋 淡淡说道 这位朋友 请不要胡乱插手 陈锋微微一笑 我若是胡乱插手呢 黑衣人首领眼中露出一抹猙獰之色 他感觉自己刚才有可能是幻觉 这个少年年纪这么小 实力再强又能有多强 想到这里 他心中稍微安定一下 看着陈锋 猙獰喝道 你若是敢乱管闲事 我就想把你杀了 陈锋摇了摇头 冷冷说道 真是不知死活 黑衣人头领 脸色一变 吏声吼道 兄弟们 将他杀了 是 十余名黑衣人齐声音势 向前扑去 向着陈锋杀来 陈锋懒洋洋一笑 顺手一掌拍出 直接将这十几人 尽数震成粉末 然后 陈锋一声轻贺 惊鸿不发动 身影飘渺 如同一阵风一样 冲入这些黑衣人之中 黑衣人之中 时不时有 惊恐惨叫声 直接响起 陈锋一掌拍出 直接结果一条 黑衣人的性命 他身影所到之处 没有一个黑衣人 能够幸免 几乎是转瞬之间 大部分黑衣人 都是被陈锋斩杀 很快 就只剩下的那名 黑衣人头领一人 那名黑衣人首领 看着这一幕 浑身冰凉 眼中露出 极度震惊之色 他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 不过十七八岁的少年 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他手底下 这几十名好手 竟被陈锋 轻轻松松斩杀 陈锋拍了拍掌 缓缓向他走来 黑衣人头领 看着陈锋 眼中露出 丝毫不加掩饰的 金句之色 但他还是强撑着 看着陈锋 放下狠话说道 我告诉你 你死定了 我们背后的 势力之庞大 是你根本所不能想象的 你敢杀我们的人 你绝对活不过明天 陈锋冷冷一笑 我什么时候死 就不用你操心了 你还是关心关心自己吧 说着 一掌向他拍出 感受到掌风之中的 强悍之极的力量 黑衣人头领 发出惊恐的叫声 你 你不能杀我 陈锋淡淡说道 我就杀你了 又能怎样 本章完 第1115章 震撼 掌风直接将这名黑衣人 活生生震死 做完这些 陈锋抖抖袖子 很是悠闲地回到队伍之中 就好像 刚才只不过是 拍死几只苍蝇而已 牧穿山上看到这一幕 狠狠地积了下拳头 有些懊恼地自言自语说道 他娘的 没想到这些人如此不堪一击 竟然让这个废物减了便宜 他根本就不认为 陈锋实力强大 只是认为 陈锋走了狗屎运 碰上一群非常弱的对手 但他似乎望望 刚才被这些黑衣骑士 吓得几乎要尿裤子的人是谁 而那名被称为三爷爷的老者 看着陈锋 目光之中 则是露出一抹极为复杂的神色 等陈锋进了马车 队伍继续前进 牧穿山往马车里面看了一眼 不懈地撇撇嘴 冷冷说道 倒是让这个废物减个便宜 没错 没错 刚才也就是木大哥 你不愿上 要是你上的话 岂用这个废物出手 没错 木大哥你一个人 就轻轻松松 把那些贼人给对付了 他手下那些护卫 纷纷吹捧 又往前走了大约四五十里 忽然他们身后 又是传来爆裂的马蹄声 木穿山竟然兴奋起来 心中暗道 太好了 这一次 轮到我大显身手了 来的这些人 又是一对黑衣骑士 衣着打扮 甚至连骑乘变异战马 都跟之前那一对异母一样 这些人从他们来的方向过来 很快就追上他们 然后将商队包围在其中 来到队伍前 木穿山上迎上前去 他指着黑衣头领 力声喝道 什么人 竟敢冒犯我木家商队 领头的那名黑衣人 正眼都没有看他 只是目光一扫 冷冷喝道 滚到一边去 说着一巴掌拍出 直接将木穿山拍出去几十米 重重地落在地上 口吐鲜血 身受重伤 木穿山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他根本没有想到 原来这些黑衣人 不是他想象中的废物 而是这般的强大 而此时 陈锋从马车之中钻出来 他眉头微微一挑 带着一丝细血 看着黑衣人说道 怎么 还没完美了了 一波一波地来 来就来吧 能不能换个座起 换一身打扮 这样子都让人看腻外了 黑衣人头领看着陈锋 目光之中露出一抹凝重之色 陈生说道 不知阁下高兴大名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是一惊 而木川山看到这一幕之后 心里感觉极为的不平衡 凭什么我指得到一个滚 而他却是对这个废物如此客气 陈锋淡淡说道 我的名字 你还不配知道 黑衣人头领脸色一变 冷冷说道 这位朋友 你要这样说 那咱们今天可就不得不一战了 陈锋一声冷哼 要战便战 哪来这么多废话 说着 凌空一掌拍出 黑衣人头领 眼中闪过一抹狠辣 同样一拳轰击而出 在旁边的木川山 眼中闪过一抹幸灾乐祸之色 尖声叫道 陈锋 你竟然敢激怒这么强大的一位存在 真是狂妄 还敢跟他动手 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这一拳 你绝对接不下来 直接会被这一拳轰死 周围那些侍卫 脸上一个个也是露出绝望在那个之色 完了 陈锋这一下 绝对会死 谁叫他不自量力 挑战这位强者 咱们怎么办 他们明摆着 是要杀人灭口 咱们只怕一个人都活不了 那些侍卫纷纷惊慌失措的喊道 他们都认为 陈锋会被这一拳直接轰死 纷纷看衰陈锋 而木春学脸上 则是露出浓浓的担忧之色 尖声喊道 陈锋 别跟他硬拼啊 他也认为 陈锋不是对手 很为陈锋而担忧 但是下一刻 所有人都震惊了 木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原来 陈锋这一掌 和黑衣人头领这一拳对轰之后 陈锋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而黑人头领 则是直接 被打飞几十米 人在空中 已然凌空炸开 化作漫天血舞 所有人都是呆若木鸡 下一瞬间 他们看着陈锋的目光之中 充满震惊 然后 这震惊便是变成了浓浓的佩服之意 还有掩不住的崇拜之色 这是对强者的崇拜 所有人知道 这一刻才意识到 这名中途加入队伍中的少年 适合等样的强大 而在地上 木川山脸上神色 先是极为震惊 然后是震惊 就变成了惊恐 他看着陈锋 浑身颤抖 心中一阵阵忍不住的惊忌 吓得脸都白了 忽然想到 我刚才那么说他 若是他还记恨我的话 他心中只有一个声音在回答 完了 完了 他一定会杀了我的 一定会杀了我的 他吓得浑身哆嗦 而那些黑衣人 也都是震惊了 纷纷发出一阵骚动 这名少年 实力极为强大 将他们之中的最强者 一拳都给震成血污 陈锋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 淡淡说道 你们首领都走了 你们也跟着走吧 说的 凌空跃起 一拳轰出 杀戮拉开序幕 片刻之后 所有黑衣人 被尽数斩杀 有些人想逃跑 也被陈锋追上杀死 陈锋回到队伍中来 皱着眉头 向沐春雪问道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怎么还没完美了 这时候 老者忽然走过来 淡淡说道 小姐 之前有句话 我一直埋在心里没有说 但现在我觉得 应该说出来 还比较妥当 他淡淡地看了陈锋一眼 缓声说道 你说 陈锋既然是前缘宗天才 那么在宗门之中 肯定很受看重 那么 前缘宗被灭 他应该以死相报 为宗门死战才对 却为何会逃走 还出现在这里呢 陈锋听了 脸色不变 但眼中 又能冷芒一闪而过 他看着陈锋 声音渐渐变得冰冷下来 说道 小姐 这样的人 无情无义 连宗门都可以舍弃 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人 还是不要信任的好 陈锋心中 木火燃烧 本章完 第1116章 怀疑 此人当真是不知好歹 自己为他们斩杀了敌人 他竟然 还如此污蔑自己 若不是 看在木春雪的面子上 陈锋立刻就要勃然发作 三爷爷接着说道 而且 我觉得 这些黑衣人的到来 也颇为诡异 陈锋眼中冷芒更盛 淡淡说道 你的意思是 这些敌人是我引来的了 三爷爷微微一笑 说道 我并没有这样说 但是事实就是 在你出现之前 我们走了很长时间的路 都没有碰到敌人 而自从你出现之后 却接连碰到了好几次 陈锋吃笑一声 愤怒且无奈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三爷爷淡淡说道 我们此行运送的东西 其实颇为珍贵 陈锋已经不耐烦 和他说下去看了 他看向木春雪 淡淡问道 春雪 你怎么说 木春雪听了之后 顿时愣住了 犹豫了好一会儿 而他看向陈锋的脸色之中 竟也是带了一丝怀疑之色 陈锋一颗心如被针扎一般 顿时变得一片冰冷 他的嘴角 也是倾起了一抹冷笑 他看了木春雪一眼 淡淡说道 我明白了 春雪 咱们两个就此别过 后悔无期 说着 转身离开 离开之后 陈锋心情非常不爽 脸上露出很是郁闷的表情 过了好一会儿之后 他心中方才释然 洒然一笑 低声自语道 陈锋 你心胸未免有些太狭窄了 不用为这种事情挂怀 既然人木家不相信 那你也不用巴巴地往上凑 从此之后 再不相见 各为路人就是 想通了这一点 陈锋心情也就豁然开朗起来 陈锋离开之后 木春雪神色一直是呆呆的 有些发症的样子 回到马车之后 他看了铃铛一样 轻声说道 铃铛 我是不是做错了 我不应该怀疑他的 对不对 林道茫然 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队伍继续出发 陈锋向着大月城的方向赶去 他准备先去烫大月城 然后再去灵药镇 大月城号称药材之城 里面药材非常多 种类齐全 价格也不贵 各种关于药方 单药的拍卖会 不计其数 甚至 就连炼药师协会隋阳俊分会 都开在那里 去那里的话 得到药方的几率 绝对比丹阳俊城要大得多 陈锋往前走了差不多有百多里 忽然 前面有一阵软扑扑的声音传来 非常密集 陈锋心中一动 退让到路边 躲在密林之中 然后 他就看到十余名骑兵 飞速地向着北边狂奔去 这些骑兵 人数不多 但每一个都是相当强 陈锋估量一下他们的实力 每一个应该都在神门镜第七重楼左右 大约是跟之前自己斩杀的那两名是黑衣人 头领实力差不多 他们骑成的妖兽 则是一种黑色妖狼 应该也是神门镜的妖兽 速度极快 比那些便衣战马来 要快得多 他们身上的衣服 跟之前的两对黑衣人差不太多 只是胸口多了一轮 银色弯月 陈锋立刻意识到 这些人的目标 绝对是木春雪他们 这些人 跟之前的黑衣人肯定是一会儿的 想到这里 陈锋犹豫了片刻 但最终还是咬牙 追了上去 他一向是一个非常念旧情的人 木春雪当初曾经为他仗义直言过 而且这个小姑娘娇俏可爱 他一向是颇为喜欢的 陈锋苦笑一声 轻声自嘲道 陈锋 你就是这个毛病 改不过来 也罢 也罢 就当是还了他最后一点人情吧 从此之后 再无牵扯 木家的车队 缓缓前行 车队的气氛 很是沉闷 木川山坐在马上 歪歪斜斜的 不停的咳血 他刚才被黑衣人头领 一巴掌打成重伤 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 而那些护卫们 一个个也是如同金弓之鸟一般 生怕哪里 再杀出一堆黑衣人 马车里面 也一点动静都没有 木春雪神色呆呆的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只有三爷爷 骑在马上 神色镇定 而他目光之中 仿佛还有一丝期盼一般 忽然 一阵声音响起 顿时有护卫喊道 是马蹄声 是马蹄声 有贼人来了 啪 木川山一巴掌 扇在他后脑勺上 冷声喝道 什么马蹄声 你在听听 这像是马蹄声吗 自己吓唬自己 真是惊弓之鸟 就你这样 也配当木家的护卫 那护卫被他训得狗血喷头 都不敢抬起头来 而训着训着 他忽然发现 木川山训斥的声音止住了 他抬眼一看 只见木川山张大了嘴巴 脸上露出极度的震惊畏惧之色 而其他人 也都是如此 这名护卫赶紧回过头看去 顿时脸上也是露出了这般神情 浑身发抖 接着 脸色就刷的一下 变得惨白 心中恐惧无比 他看到了十余名黑衣人 向着这边急迟过来 他们胯下妖狼 他在地上 只发出轻轻的响声 正是他刚才听到的那声音 这妖狼 速度快捷无比 这十几人迅速来到众人跟前 然后开始包抄 将他这小小伤队包围在其中 伤队停了下来 十余名骑兵也都停了下来 他们身穿黑衣 但是却并未蒙面 他们看着这支伤队 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嗜血 混杂着细血的神情 那表情 就仿佛是在看着一群死人一样 显然 他们根本没有将木家的这些人放在眼里 木川山看着他们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他甚至根本连上去贺问的胆量都没有 因为这些人中 就算是最弱小的一个 都比他要强大得多 尤其是领头的那名黑衣人 身上气势散发出来 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浑身颤抖 大汗淋漓 忽然 他调转马头 急速向外跑去 他竟是直接要逃跑 木春雪看到这一幕 神色大变 冷声喝道 木川山 你还是不是木家的人 你还是不是木家的护卫 竟然敢直接逃跑 木川山脸色变得争鸣无比 狠狠地瞪着木春雪 一张脸都扭曲起来 本章完 第1117章 十二万月铁骑 你他娘的少放这种狗屁 老子命都要没了 还当个狗屁的护卫 老子就是要逃 想逃 真是做梦 咱们兄弟几个 若是让你从手底下逃了 以后也不要在大月城混了 说着 轻轻一掌拍出 此时 木川山正打马狂奔 被人一掌 正好拍中后心 掌风之中 似乎带有极强的火力 灼热无比 被拍中之后 木川山连同胯下战马 一起燃烧起来 身上瞬间大火燃起 他疯狂地跳跃着 惨叫着 不断求饶 但是根本没有人管他 火势极为猛烈 几个呼吸之后 他连人带马 都被烧成一堆飞灰 看到这一幕 所有木家护卫 都是恐惧无比 他们刚才 能够从其身上感觉出来 自己和这些人实力的巨大差距 但是此时 如此直观地看到这一幕 方才意识到 双方的实力差距 是何等之巨大 他们中实力最强的木川山 被人轻轻一掌 直接烧成飞灰 那他们只怕夹起来 都不够对方一招杀的 木春雪脸色苍白 浑身颤抖 显然 他非常害怕 但是他强撑着 死死地咬着牙 毫不畏惧地看着这些人 哟 还挺硬气 领头的 那名黑衣人头领 微微一笑 忽然 他嘴角闪过一抹音效 眼睛死死地盯在木春雪身上 那眼神 似乎恨不得 要将木春雪扒光了一般 他黑黑一笑 说道 我倒是想看看 待会儿我们兄弟几个将你擒住 扒光你的衣服肆意蹂躏的时候 你还能不能像现在这么镇定 木春雪死死地盯着他 冷声说道 无耻银贼 该下地狱的东西 听了这话 黑衣人头领脸色更冷 银狠说道 小婊子 待会儿有的是你求饶的时候 现在就让你 战战嘴上便宜又如何 然后 他看向三爷爷 微笑说道 于老三 差事干得不错 等到此件事了 家主定有重赏 于老三从马上下来 微微一笑 身子弯了弯 很是恭敬地 向这名黑衣人 头领说道 多谢刘通领抬举 还请刘通领在家主面前 为我美言两句 小得感激不尽 刘通领哈哈一笑 好说 好说 什么 看到这一幕 牧春雪 铃铛 还有所有的护卫 全部都惊呆了 牧春雪呆呆地看着于老三 口中喃喃说道 三爷爷 这是怎么回事 他隐约已经猜到 是怎么回事了 但却不敢相信 于老三眼中 闪过一抹愧疚之色 低声说道 小姐 我也没有办法 他们实力强大 找到我替他们办 这件事情 若是我不替他们办的话 他们就要杀我全家 我全家老少几十口 你难道忍心看着他们去死吗 虽然牧春雪管他叫三爷爷 但实际上 他并不是牧家的人 而是牧家当年的一个老仆 因为和牧家关系深厚 所以牧春雪才会管他叫一声爷爷 牧春雪不敢置信道 三爷爷 你竟然背叛我们 于老三狡辩说道 其实这也不算背叛 他指了指这些黑衣人 说道 他们也并不是外人 咱们牧家 本来就是大跃城牧家的一个庞系分支而已 他们 就是大跃城牧家本家的人 他们要取走这样东西 咱们牧家分支 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什么 他们竟然是大跃城牧家的人 是牧家本家的人 听到这句话 牧春雪等人全部都震惊了 他们本来以为是另外一伙人来抢夺 却没想到 竟然是牧家本家的人 黑衣人首领哈哈大笑 说道 老子行不更名做不改信 我们正是大跃城牧家 十二弯越铁骑 而我 正是十二弯越铁骑大头领 长刀铁骑 什么 竟然是十二弯越铁骑 完了 咱们这次完蛋了 是啊 十二弯越铁骑实力强大 里面最弱的一个 都有神门禁第七重楼修为 他们实力如此之强 只需要一个人 就足以将咱们全部斩杀 而且 我听说他们素来心狠手辣 手下从来不留活口 所以虽然十二弯越铁骑名声很大 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他们长什么样子 那些护卫 脸上都是露出极度恐惧之色 非常绝望 感觉自己下一刻就会被杀 十二弯越铁骑 很是享受这种目光 一个个发出傲然冷笑 十二弯越铁骑 哪怕是在大跃城都是颇有名气 他们实力强大 且心狠手辣 很多人都是死于他们手下 但只怕谁都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是穆家的人 而穆春雪则是认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 一般来说 本家和分支 虽然离得很远 但好歹 也算一目家人 本家如果要吞并分支的话 总还要顾及血缘关系 还有亲戚之间的脸面 一般吃相 不会做得太难看 但这一次 大跃城穆家本家吃相 却是如此难看 甚至不惜痛下杀手 由此可见 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肯定也是极为的珍贵 因此才让他们舍得撕破脸皮 穆春雪虽然天真烂漫 但是却绝对不傻 他此时 反而是冷静下来 淡淡地看着于老三 冷冷说道 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们是为了什么而来 难道是为了咱们这一次 运送的这些货物吗 于老三沉沉点头 里面到底是什么 穆春雪问道 于老三摇摇头 说道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奉命配合 长刀铁急 大笑说道 我来告诉你们吧 那辆马车里面 藏有一封药方 是四品灵药 大环丹的药方 什么 大环丹的药方 众人听了 都是震惊 穆春雪愣了片刻 然后叹了口气 说道 怪不得 怪不得 大环丹 可是四品丹药效果极佳 甚至连天和静强者丹田被废 这样严重的伤势都能救回来 可以说是珍贵无比 而药方的珍贵程度 更在丹药之上 为了大环丹的药方 撕破脸皮痛下杀手 倒也算是值得 本章完 第一签一百一十八章 你三招之内解决我 长刀铁击 脸上露出一抹残忍之色 手一摆 冷冷说道 杀光这些护卫 然后将这两个小婊子带走 找一个偏僻地方 咱们将他们两个 好好享用一番 哈哈 虽说家主拿他有大用 但是却也没有说明 一定要保留他的厨子之身 咱们只要别让他死了 怎么这都行 什么 一听这话 于老三脸上 立刻露出惊慌之色 赶紧说道 刘统领 你 你之前答应我的 不动我家小姐 行了 三爷爷 别天真了 告诉你 这次不到我们要死 就连你要死 木春学此时 头脑清醒无比 思维极为缜密 他嘴角带着一抹嘲讽 看着于老三 说道 他们既然敢报上 十二万月铁骑的名号 就代表着 他们根本就没有想着 让我们活着离开 我们所有人 都要死 听到这句话 十二万月铁骑脸上 都是露出一抹诧异之色 长刀铁骑哈哈一笑 小丫头很聪明嘛 这都想得到 没错 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 让你们其中任何一人离开 于老三听了这话 脸色大变 声音都结巴起来 这 这 之前你们答应过我的 答应过你 长刀铁骑不屑一笑 说道 我怎么不记得了呢 当初是谁答应你的 你来让他跟我说 于老三一听这话 顿时绝望 面色如土 他浑身颤抖 极为害怕 而脸上 而脸上也是老出一抹 深深的后悔之色 这时候 木春雪看着他 淡淡说道 三爷爷 之前你应该是故意说的那些话 为的就是将尘封气走吧 于老三连连点头 老泪纵横 他一边颤抖 一边说道 我 我真不应该那样做 我将他气走了 结果 最终却是自己遭了灾 我后悔啊 若是现在尘封在的话 咱们又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木春雪脸上也是露出一抹悔恨之色 他摇了摇头 咬着嘴唇 苦笑说道 也怪我 竟然怀疑他 我们沦落到这种地步 是自作自受 你们说的那个尘封 就是将前面两拨咱们的人给杀了的那个家伙吗 长刀铁骑脸上露出一抹阴冷之色 他冷冷说道 你们这帮人实力很差 本来我们派出来的第一拨人 就足以将你们杀光 却没想到 等了半个多时辰 没有等到消息 再去查看的时候 只看到了一地尸体 第二拨人 实力比他们强 却却没想到 竟然也被杀了 可见 那个尘封实力倒是还不错 不过嘛 也得看跟谁比 他仰起下巴 傲然说道 尘封那个废物 当然可以轻轻松松地杀掉那些人 但是 他若是跟我动手的话 三招之内 绝对会被我轻易杀死 哦 是吗 他话音刚落 一声充满了鸡翘的声音 从旁边响起 接着 一个人缓缓走了过来 身材高大 英姿挺拔 脸上挂着一抹浅浅的笑意 听到这个声音 看到这个人 牧春雪整个都愣了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回过神来 然后脸上便是爆射出一团神采 他看着尘封 惊喜地欢呼道 尘封 是你 竟然真的是你 尘封微微一笑 看了他一眼 说道 还能是谁 牧春雪直接扑了上来 抓着尘封的袖子 眼中依然是泪水连连 他看着尘封 满脸愧就说道 尘封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我刚才不应该误会你的 他有些着急地解释道 我刚才脑子也不知道怎么了 感觉就跟猛了一样 完全不受控制 尘封 跟你真是没办法生气 牧春雪赶紧说道 尘封 你原谅我了 好了 原谅了 原谅了 尘封很是嫌弃地 白了他一眼 牧春雪毫不在意 咯咯一笑 仿佛尘封原谅他 他便极开心了 而看到尘封出现 那些护卫 脸上也都是露出惊喜之色 他们本来对尘封恶感十足 但是此时尘封 却是成了他们的救星 尘封转过身来 看着长刀铁骑 轻描淡写地说道 若是刚才我没听错的话 你似乎说 三招之内 我就会被你杀死了 我怎么不太信呢 他微微一笑 不如这样 咱们两个比划一下 长刀铁骑脸上 露出一抹阴冷之色 冷笑说道 好 既然你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他看了一眼牧春雪 脸色猙獰说道 你不是觉得这个小兔崽子 很厉害吗 你不是觉得他 只要回来 立刻就能力挽狂澜吗 好 我就在你面前 亲手将他斩杀 让你的希望彻底破灭 他哈哈狂笑 我就喜欢看你们这些猎物 从绝望到有希望 再到绝望的样子 最好多来几次 那样就会让你彻底崩溃 怎么这么多废话 陈锋淡淡说道 难不成你们所谓十二弯月铁骑的名头 就是靠着这张嘴闯下来的吗 只会嘴上说吗 你倒是拿出来一点真本事啊 好 小兔崽子 你胆子够大 我告诉你 你已经把我给激怒了 长刀铁骑脸说道 我本来还想直接杀了你 但是现在 我决定 要让你死得惨不忍睹 我要让你死之前 饱受折磨 说着 他从黑色腰狼之上跳下来 他大步向着陈锋走来 没走一步 气势便攀升 最终停留在神门镜第九重楼 陈锋挑了挑眉头 说实话 长刀铁骑的实力 确实有点出乎他意料 在他看来 作为一个家族中的打手 连长老都不是 此人的实力 能达到神门镜第八重楼 就算不错 却没想到 他竟然是是第九重楼 看到陈锋脸上的神色 长刀铁骑得意至极 好好笑道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震惊 是不是非常害怕 本章完 第1119章 气势压死你 陈锋打了个哆嗦 虚假无比地说道 是啊 我好害怕啊 脸上充满嘲讽之色 长刀铁骑 神色更是变得阴冷 小兔崽子 你倒是释放出 你的气势来啊 陈锋此时 身上还是毫无气势 根本让人看不透 他的实力 陈锋微微一笑 若是我放出 我的气势来 我怕把你们压死 哈哈哈哈 你个小兔崽子 真是大言不惭 竟然敢在我面前 说这种话 长刀铁骑哈哈大笑 脸上充满不屑 看着陈锋 显然认为他是在说大话 而其他那些十二万月铁骑 也都是充满不屑之意 纷纷出言嘲笑 其中一个人 大声嘲笑说道 小兔崽子 光说有什么用 你倒是把你的气势 释放出来啊 我倒是想看看 你怎么这把我们给吓死 靠说大话 把我们压死吗 陈锋淡淡看了他一眼 缓步向前走去 他神态悠闲 宛如闲停信步 而他没往前走一步 身上气势就攀升一下 神门进第八重楼 神门进第九重楼 当他的实力 攀升到神门进第九重楼的时候 这些人脸上 都是露出震惊之色 长刀铁骑惊呼一声 你 你竟然也是神门进第九重楼高手 陈锋脚步顿了顿 微微笑道 神门进第九重楼 也配称作高手 真是一群坐井观天 黄望自大的无知之辈 说着 陈锋微微一笑 又向前迈了一步 实力直接攀升到神门进第十重楼 然后 又是疯狂向上攀升 第十一重楼 第十二重楼 天和一星 而此时 当他的实力攀升到天和一星的时候 长刀铁骑等人 脸上都已经是露出绝望 他们面色如土 眼中满满的都是恐惧 身体都开始颤抖 这是极度畏惧的表现 长刀铁骑牙齿打战 声音颤抖无比 你 你竟然是天和镜高手 竟然已经超越了神门镜 陈锋微微一笑 天和镜 也配称高手吗 其他人都快疯了 在他们眼中 天和竟是传说中的存在 而在陈锋看来 连高手都不是 陈锋说着 实力继续攀升 在他身后 一条天和骤然展现 一颗大星璀璨亮起 两颗大星璀璨亮起 直到最后 九颗大星璀璨亮起 此时 十二万月铁骑都已经麻木了 他们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根本不敢想象 陈锋实力到底有多强 而木春雪 于老三等人 也都是看得目瞪口呆 木春雪忽然兴奋地尖叫一声 说道 陈锋 原来你实力如此强悍 竟然已经达到了 传说中的天和劲 太厉害了 你简直太厉害 那些护卫 此时看着陈锋 目光之中 流露出浓浓的崇拜之色 宛如在看一个神话人物一般 陈锋的实力 已经强大到超乎他们的想象 陈锋缓缓摇头 没有说话 实力继续继续向上疯狂攀升 最后 一直攀升到天海一星 在他背后 一幕天海 骤然出现 波涛汹涌 气势强横至极 此时 众人都已经完全陷入呆滞状态 傻傻地看着他 甚至都已经没有反应了 这个人 简直就是创造奇迹的 他怎么能如此强大 实力怎么能如此高 他们甚至此时 都产生了一种虚幻的不确定感 感觉自己好像出现了幻觉一样 这是真的发生了吗 他的气势忽然涌出 直接将十二万月铁骑给压得重重地摔倒在地 他们被压得趴在地上 根本就无法挣扎起身 口中发出惨叫之声 陈锋 微微笑道 你们刚才不是让我释放出气势吗 现在我释放出来了 怎么 似乎你们有点扛不住呢 听了这话 木春雪哥哥一笑 陈锋 你真是太坏了 陈锋 微笑 气势继续向他们压去 十二万月铁骑 他们的胯下腰狼 都被直接压成肉饼 而他们感觉自己 身上仿佛压了一座山一般 蹊跷之中 鲜血流出 甚至连每一个毛孔之中 都流出鲜血 他们感觉自己下一瞬间 就会被压成肉饼 极度的恐惧 让他们发出凄厉的惨叫 口中大声求饶 而所有人里面 求饶的声音最大 喊得最为凄惨的 就是长刀铁骑 他趴在地上 嘶声惨叫 忽然 看到自己面前 出现了一双靴子 他艰难地抬起头来 然后就看到陈锋 陈锋此时 微微垂下眼帘 低着头 嘴角带着一抹细血 看着他 陈锋淡淡说道 刚才 你不是说 要三招解决了我吗 刚才 不是还那么横吗 现在怎么开口求饶了呢 长刀铁骑惨叫道 我有眼不识泰山 得罪了您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高手 您高抬贵手 饶我一条性命 饶你一条性命 陈锋神色变冷 我知道 你们十二弯月铁骑 心狠手辣 杀人无数 那些人在临死之前 求你们的时候 你们可曾饶过他们吗 陈锋冷冷一笑 继续加大气势 这些人被压得惨不忍睹 感觉自己胸肺中 最后一口气被压了出来 脸胀的通红 若是陈锋直接将他们杀了 他们可能还没有这么畏惧 但是陈锋此时 一点一点 让他们感觉到生命逐渐离体而去 那种痛苦 这样的绝望 让他们几乎崩溃 陈锋缓声说道 刚才你们说 大跃成木家的家主 拿春雪有大用 是怎么回事 这些人听了 一个个都是有些犹豫 陈锋根本不废话 直接开始加大压力 顿时将他们压得惨叫连连 被折磨了这一通 他们此时情绪激进崩溃 陈锋一开口问 他们就纷纷说了 一个个争先恐后 生怕陈锋不满意一般 我说 我说 家主是要将他掳掠而去 然后将他身上的火木肢体 剥离出来 将这一丝血脉 注入到家主的亲生女儿体内 什么 你们说木春雪是火木肢体 陈锋眉头一挑 看了木春雪一眼 结果这丫头满脸愕然 一脸呆呆的表情 本章完 第1120章 真相 他愕然说道 我是火木肢体吗 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啊 陈锋拍了拍脑袋 这个家伙 真是傻得可以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另外一个弯月铁骑 赶紧接口说道 没错 他就是火木肢体 但是他却是自己都不知道 各个木家分支 根本没有能力检测出火木肢体 能够做到的 只有木家本家 木家本家 在一年前将 所有木家族子弟集中起来 检测过一次 当时只检测出来两个火木肢体 一个是大跃城 木家木家主的女儿木恋侠 另外一个就是木春雪 陈锋眉头皱了皱 说道 为什么要将木春雪的火木肢体 剥离出来 这样做 又有什么好处 这一次 长刀铁骑 抢着回答说道 这个我知道 那一次 我听家主说过 虽然木炼侠的火木肢体 颇为强大 已经让他成为了一品炼药师 但是 这个天赋还是不够 大跃城 有两大以药材生意为主要生意的家族 除了木家之外 便是周家 两家在药材生意上互相争夺 竞争极为激烈 木家利用种种手段 已经将周家 打得几乎溃不成军 但是还差最后一步 而只要是大小节吸收了木春雪身上的火木肢体 天赋会提升一倍 能够直接从一品炼药师巅峰 跳至三品炼药师 非常强横 如果他成为三品炼药师的话 木家实力 将会远远凌驾于周家之上 到时候 木家就赢定了 陈锋听得 眉头促起 还有 还有另外一个弯月铁骑 赶紧补充说道 据说 用不了多久 会在青州城举办一个炼药师大会 这炼药师大会上面 汇聚了整个青州最为出色的一批年轻炼药师 如果能够在其中夺魁的话 会有极其丰厚的奖励 甚至会被那些资格非常老的大炼药师看重 收为弟子 好处无穷 大小节野心勃勃 就是奔着那个去的 木春雪这丫头 听得目瞪口呆 这才知道 原来他们抢夺大环丹 根本就是捎带的 主要的目的 竟然是将自己掳走 陈锋脸色阴沉 冷冷说道 需要怎样才能将火木肢体吸收 长刀铁骑赶紧说道 第一步便是将火木肢体抽离出来 要硬生生地将它体内的血脉提炼出来 然后将丹田活生生地挖开 里面提炼出一丝 陈锋嘴角带着一抹冷笑 笑容森冷无比 充满杀意 反正 木春雪若是被抽离火木肢体之后 就会直接变成一个废人 对不对 它的声音如同一阵寒风卷过 让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打了个哆嗦 长刀铁骑哆哆嗦嗦说道 不是变成废人 而是根本活不过半天 好 好 很好 好一个大跃城木家 好一个木炼侠 陈锋嘴角一勾 脸上杀意更是凛然 忽然 他递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 厉声吼道 当真是该死 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行径 真是该死 木春雪也是听得浑身冰凉 他看着陈锋 眼中露出浓浓的感激之色 如果不是这个男人的话 接下来自己要遭受的命运 将会惨不忍睹 长刀铁骑颤声说道 大人 大人 我们该说的都说完了 你能放过我吧 陈锋冷冷一笑 该说的都说完了是吧 好 那么现在 你们也该去死了 说着 气势陡然压下 扑扑扑扑 接连十二道声音响起 这十二弯月铁骑 就像是被踩爆的西瓜一样 接连被压成肉泥 惨不忍睹 看着这十二人 被禁数杀死 木春雪等人 并没有多少高兴的地方 相反 他们脸上都是 露出一丝恍然之色 他们不知道 自己应该怎么办 木春雪和于老三 都是这般 于老三忽然走到 陈锋锋面前 重重跪倒在地 砰砰砰 接连磕着响头 他脸上露出惭愧之色 沉声说道 陈锋 对不住 实在是对不住 我先前鬼迷了心窍 相信了他们说的话 既然对付你 跟你说了那些羞辱你的话 实在是对不住 我知道自己错了 要杀药寡 吸听尊便 你要杀我 我便认了 陈锋看着他 眉头皱了皱 淡淡说道 行了 起来吧 过去的事情 我就不再追究了 毕竟你也是无可奈何 陈锋并非是那种心胸狭隘之人 相反 他很清楚 此人如此做 也确实是被逼无奈 倒不是说他真的想要害自己 看到于老三这么做 那些护卫们 互相看了一眼 纷纷从马上跳下来 走到陈锋面前 他们齐齐跪倒 一边磕头 一边道歉 他们此时 都是极为畏惧 当初他们曾经说过嘲讽陈锋的话 他们生怕陈锋还记恨在心 陈锋的实力 是他们根本所无法企及的 简直是如同看一尊神奇一般 陈锋想杀他们 他们根本是毫无还手之力 陈锋微笑说道 好好 事情都过去了 不用再放在心上 沐春雪有些焦急地 拉着陈锋的袖子 目光之中满满的都是担忧 轻声说道 陈锋 这件事情 应该怎么办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陈锋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说道 你想现在怎么办 沐春雪不假思索 脱口而出 说道 我想先回到家中 但他刚说完 就愣了一下 然后就赶紧摇头 说道 不行 不行 回归家族绝对不行 这里的事情 根本瞒不过多久 大跃成木家 很快就能知道 我回归家族的事情 他们反正已经撕破脸了 到时候说不定 直接有众多高手杀上家族 到时候 就不光是我一个人倒霉了 整个家族 说不定都会被铲平 陈锋缓缓点头 目光中露出一抹赞赏之色 微笑说道 你能想到这一点 倒也是颇不容易 说明已经有所长进 沐春雪看着陈锋 忽然咯咯一笑 陈锋 你就别卖关子了 我知道 你肯定已经有主意了 你快说嘛 本章完 rocks playoffs 我们做两个肉 黄扬 分 В 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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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